第651章 悬空剑 之后的五六个月 赤熙和班公措与他们相安无事 赤熙主动现身 与出祖人皇剑里 出祖人皇虽然很是虚弱 但是并未避而不见 赤熙看不出他的虚实 只得按捺下来 全心全意驾驭这艘绿洲 驶向悬空剑 楼船破损严重 六张翅膀都被折断 速度大减 赤熙用火压神人的压翅 来代替原来的翅膀 速度也大不如从前 虽然超了劲道 但花费的时间 还是比预计的时间 要长了许多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秦牧除了和林玉秀修炼原神之外 便是与班公措一起对练 揣摩三头六臂的战斗技巧 班公措修炼的是 赤熙所传的无漏斗战神功 极为厉害 先前秦牧曾经一掌 将班公措重创 因此对这门赤明时代的功法神通 有些轻视 不过看到赤熙与大日新军一战 倒让他对三头六臂有了兴趣 班公措战战兢兢 打心眼里畏惧他 因此 秦牧提出 对练时想也不想 便直接拒绝 被秦牧殴打一顿后 这才勉为其难的点头 两人对练 班公措对无漏斗战神功的领悟越来越多 突然一日心发失念 我的修为实力 进步如此之快 倘若突然痛下杀手 一定可以做掉秦小子 他在对练中突发杀招 试图将秦牧干掉 然后他躺了十多天 这才复原 班公措伤势痊愈之后 便再也不愿与秦牧对练 即便秦牧信誓旦旦说 不再下重手 他也不敢 秦牧无奈 让林玉秀与班公措对练 自己在旁边看着 林玉秀修炼的是祖龙太玄公 地做层次的功夫神通 他虽然不是龙族 但是自幼修炼的 便是九龙帝王公 因此进步神速 而且 霸山祭九为他指明了 战法河流的道路 林玉秀在这条路上金勇猛进 黄标如龙 修得一身蛮龙般的力量 他的实力与班公措旗鼓相当 力量和神通威力上 要远超班公措 但在肉身变化上 比不上无漏斗战神功的 三头六臂 这一日 班公措突然突破 打开生死神藏 林玉秀立刻不是对手 败下阵来 班公措得意洋洋 撇了撇晴木 心中突然又涌出了 无比强烈的信心 我迫避生死神藏 他还是七星禁剑 弄死他不要太轻松 我要将他的尸体 拼出一个大大的福字 不过初祖护着他 不好下手 正在此时 赤熙突然紧张到 悬空界快要到了 勤木和林玉秀 立刻来到船头的森林中 向外看去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初祖人皇也走了过来 他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这些日子 勤木为他治疗伤势 他的气色好了许多 但是天青三世带来的损耗太大 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 病泱泱的 突然 破船剧烈震荡 十分颠簸 赤熙古荡所有法力 拼命驾驭这艘船 免得破船解体 勤木向外看去 四周还是一片昏暗 看不到任何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造成了楼船的颠簸 他心中正在诧异 却见楼船变得越来越长 越来越细 不仅楼船变长变细 连他们也一样变得又长又细 细如毫发 长达千百里 船头的速度越来越快 然而船尾的速度 却还没有变快 这时 勤木才注意到 他们和楼船一起 被吸入星空中的一个洞口 那个洞口与四周的黑暗完全相容 根本看不到 咻 楼船连同船上的勤木等人 被洞口吞噬 突然黑暗的空间 像是冷却的鱼汤 变成了鱼洞一般 跳动了两下 又恢复平静 而那艘长满了树木的破船 却消失无踪 穿过这个看不到的洞口之后 楼船恢复正常 船上 众人眼前的景象 顿时变得光怪陆离 各色斑蓝色彩走马灯 一般飞速逝去 他们像是行驶在一个 由各色光芒组成的迷宫之中 赤兮正在紧张地控制着船的航向 不敢有任何马虎 这里是什么地方 秦木静一不定 四周的光芒 给他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似乎稍有触碰 便会生死盗消 魂飞魄散 这里是第一代赤皇寻找到的地方 赤皇进入此地之后 过了千百年 也没有再次现身 进入此地搜寻的神魔 也无意活着回来 赤明时代 便陷入了混乱时代 据说天下群雄逐鹿 有神魔窃取地位 建立尾巢 还有各方神魔割据 人间乌烟瘴气 赤兮道 最后 赤皇的后人中 有一位天资绝代的强者 将尾巢击垮 重建赤明神朝 被称作明皇 赤皇所在的时代 被称作西皇 而明皇在位期间 则被称作东皇时代 东赤明和西赤明 都是赤明时代 明皇祭祖 举行大祭 得到了赤皇的一缕飘 散在宇宙间意识 从而知道了此地的路径 这个路径 只有明皇知道 明皇后来战死 将路径 给了赤明神子 神子率领我赤明时代的 余部来此避难 已经有三十五万年了 秦牧林玉秀等人听得入神 东赤明和西赤明交替的期间 一定是群雄并起角逐天下 那个时候 定然是群星璀璨 异常绚丽 可惜没有生在那个时代 见一见那时候的英雄豪杰 秦牧感慨道 赤兮六只眼睛瞥他 冷笑道 你生在那个时代也是没用 是天命之子 你跑过去 只有被天命之子碾压的法 天命之子 是天命所归之人吗 秦牧心中微动 道 那么赤明神子 也是天命所归之人 赤兮不达 突然光之迷宫到了尽头 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大陆 漂浮在各色光芒之中 大陆上方有日月运行 还有零星几颗星辰 秦牧四下看去 只见大陆被光芒完全包围 看不到外界 也看不到其他任何星辰 这里完全与外界隔绝 称之为悬空界并不为过 遍布森林的绿洲 驶向大陆中心 出祖人皇有气无力道 穆尔 看太阳 秦牧心中微动 他教我穆尔 是打算拉近我们的关系吗 哼 我还没有原谅你 话虽如此 但他心中却对出祖恨不起来 他向悬空界的太阳看去 微微一正 悬空界有三颗太阳 太阳很大 但是散发出的光芒有些奇异 像是神光 而且 太阳中竟然还有一层一层的纹理 像是眼瞳一样 阵法结构 秦牧惊讶道 这轮太阳是人造的 出祖摇头 是眼睛 秦牧心头一跳 失声道 赤黄的眼睛 你的意思是说 赤黄死在这里 他的眼睛化作了太阳 还有月亮 出祖病痒痒地抬起手 指向空中的明月 明月也有三颗 道 月亮应该也是赤黄的眼睛所化 天空中的灵星星辰 只怕便是赤黄的五药神藏 这位赤黄 恐怕死在此地 身躯化作了这片大陆 变成沃土 血液变成江河 汽海变成了大海汪洋 秦牧心中亥然 南南道 赤黄用自己的肉身 创造出了悬空界 给他的后人一份立足之地 这位赤黄令人钦佩 很快有六臂三首的神将飞来 前来盘查 见到赤黄聪连忙见礼 道 先生离开悬空界探索消息 几千年都不曾回来 神子担心万分 这次先生回来 神子一定开心得很 赤黄感动不已 道 老臣这次历经艰险 总算活着归来 但是随我前去的族人 却都深遭不测 老臣自当向神子赴经请罪 秦牧差矣 赤黄这话不像是作为 这个赤黄时代的监长官 对谁都是冷眼相对 然而对这位赤黄神子 却是发自内心的尊敬 赤黄神子 难道也会是赤黄 明皇那样 令人心哲的存在 他心中暗道 对即将与赤黄神子见面 充满了期待 绿洲降落在一片气派 非凡的神城外 赤熙快步下船 正要去皇城 向赤黄神子汇报经历 突然想起来 对那三头六臂的神将道 这几位是严康使者 前来拜见神子 商议结盟之事 你先安排他们住下 让他们安心等待神子召见 这个是班公错 我收的弟子 你安排他住在我的宫中 那尊六臂神人秤世 识者请随我来 秦牧 林玉秀 初组合班公错 跟着这位神将走入神城 四下看去 不禁嘖嘖称奇 这里的人们 竟然都是三头六臂 长着三颗脑袋六只眼 更有甚者 还长着九只眼 有的人修成了眉心数眼 应该是功法不同的缘故 除此之外 秦牧还注意到 有许多异兽 这些异兽 竟然也都是三颗脑袋八条腿 身份高的神通者 骑着这些异兽 行走在街道上 连异兽的修炼功法 也与大尊的 无漏斗战神功 有些相似 林玉秀看着 蹲在屋檐上的一只狸猫 那只猫体型大如虎 长着三颗并列的脑袋 不禁惊讶到 赤明时代的文明 好像都是建立在 三头六臂的基础之上 太不可思议了 他们来到皇城的中心 这里城中有城 紫荆打造的城墙 内部有千宫万殿 巍蛾壮观 而这座城外 应该是神魔所居之地 也是宫阙重重 那尊三手神将带着他们 来到一处宫殿庄园前 道 颜康使者先居住在此地 要不了多久 神子便会召见 秦牧听到隔壁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 走上前去 抬头向里面张望 殿内极为奢华 应该是贵族神魔的私塾 有些三头六臂的小孩子 坐在殿内跟着老师读书 他们长着三张嘴 声音清脆 清晰地传入秦牧的耳中 南北上皇历 开皇一带传 第652章 夏马威 秦牧听的入神 突然脸色微变 向初祖人皇道 这些孩童 读的是各个时代的历史 三分萧龙汉 难道是说龙汉时代三分天下 赤明分两段 莫非指的是 赤明时代分为西赤明和东赤明 初祖人皇也是心头大振 笛声道 南北上皇历 应该是上皇时代遭遇巨变 有南上皇时代 和北上皇两个断裂的时代 至于开皇一带传 他色声道 应该说的是我开皇时代 只有一带开皇 赤明神子应该是每隔一段时间 便派出一部分神魔去外界打探消息 因此能够知道各个时代发生的大事 将这些大事边转成儿歌 交给这些小孩子 秦牧点头 这位赤明神子虽然隐居避世 但是从这一点看来 他并非是甘于寂寞之人 他关注外界 吐磨不小 私属里那些孩童 还在摇头晃脑地朗诵 动中方七日 七七四时 他们想要继续倾听 却被私属里的老师发现 那位老师让孩童们停止读书 走出来查看 看到他们几人 并非是三头六臂 询问一番 便将他们撵走 秦牧思索道 动中方七日是什么意思 初祖人皇道 动的意思是动天 咱们来到这个赤明悬空界时 的确是穿过了一个虚空洞口 这种地方 应该叫做动天 我曾经听天师说过一件故事 说是有个侨夫 上山砍柴时 听到有人在石房子里下棋 于是走进去 是两个少年对弈 他便在那里观看 带下玩一盘棋 他正要走时 发现拂柄已经腐烂了 乔夫匆忙下山 发现石过境迁 凡间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了 这种地方 应该是小洞天 乔夫观棋 秦牧笑道 这个乔夫 不会便是天师吧 我突然想了起来 天圣教的开山祖师 便是在山上听到砍柴声 于是境迁观看 结果一看便是百年 乔夫的故事 与这个故事有些相似 初祖人皇仔细想了想 天师故事里的乔夫 的确可能是他自己 我倒没有想过这么多 玄空界便是一个洞天世界 这里的时间和外界 应该有所不同 那么无忧香呢 无忧香是否也是 一座洞天世界 秦牧问道 初祖道 我没有去过 当年开皇室 让天宫神族打造无忧香 消息一直没有泄露 直到后来 诸神才知道 有这么一个地方 既然无忧香是打造出来的 那么应该不是一座洞天 他们在隔壁的宫殿庄园柱下 这里的仆人 也往往都会三头六臂 做事很快 厨师炒菜 可以同时炒六口锅 侍女奉上酒宴时 都是手托六个盘子 很快便可以准备好一桌宴席 赤明时代的功法 倘若流传到严康 势必会让严康的经济 又一次飞越 秦牧一阵眼热 向初祖道 他们三张嘴一起吃东西 很快就会吃饱 然后便有更多的时间去干活 效率大大提升 一个人顶得上现在的三个人 初祖人黄宇重心尝道 你现在的口吻与天师一模一样 当心重蹈天师覆辙 天师就是在名声和其他方面 花费的心思太多 以至于修为境界始终不高 秦牧笑道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重蹈你和他的覆辙 你在这里不要走动 我出门去买一些药材 看看能否把你的伤势完全治愈 我和他的覆辙 初祖人黄宇中一通 气质又变得忧郁起来 正在此时一尊神奇求见 公身道 神子听说 使者有人受伤 令我送来一些商药 说吧 献上玉盘 盘子里是一个个小小的玉瓶 多谢 秦牧将玉瓶收下 打开玉瓶 轻轻嗅了嗅 顿时知道 瓶中灵丹用到的各种药材 甚至炼丹手法炼丹过程 怕都了如指掌 的确是治疗出组伤势 所需要的药材炼制的灵丹 赤明神子没有一上来 便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反倒送药疗伤 倒是出乎我的预料 秦牧沉吟道 赤明神子 的确不凡 主动赠药 而且还很对症 赤明神子 名不虚传 难怪赤兮对他忠心耿耿 灵欲秀锦决道 这灵丹不会有毒吧 秦牧摇头 倘若有毒 瞒不过我 即便是我亲自采购药材 炼制的灵丹也不过如此 出组只管放心服用 此人胸怀广阔 他会走恩威病师的路子 不会在这一点上下阴招 出组仁皇对他很是信任 接过来 灵丹便服了下去 过了片刻惊讶道 的确是对症良药 秦牧探导 就是因为是对症良药 所以这位神子 才不是一鱼之北 他如果一上来便打压我们 那就是气量不高 反倒容易应付了 皇城中 一位模样年轻的男子 背负双手立在桥头 观看桥下的鱿鱼 鱼儿也是三颗脑袋六张旗 这男子与众不同 他与普通人无异 一头双手 没有像赤膝那样 长着三头六臂 他身上的衣袍很是修身 既有滑贵 又没有多余的装饰 但青色的袍子上 紧紧在衣领处 绣着几朵花纹 他的眼睛很大 异常明亮 眉心有着一点金光 若开若合 他的两条眉毛间的间隔 有三四指 耳垂要比别人长一些 脸上白白净净 没有胡须 你与颜康定下盟约 倒也不算太坏 有一份立足之地 总好过久居在洞天之中 赤明神子不紧不慢道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横王 玄空界便是这样 我们来到这里五万年了 五万年来没有敌人 原本的战神 已经变成了绵羊 没有斗志 没有进取之心 而后代子孙 更是让我担心 担心他们日渐平庸 人 没有了压力 便没有了动力 我担心后辈继续留在玄空界 便会彻底失去了 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在三千年前下令 让你务必寻到开皇 那时 我便已经准备移居开皇时代 哪怕是向开皇称臣 没想到 开皇败得这么快 赤西道 臣到了外面 才发现开皇已经亡国 而今是颜康时代 颜康变法 其法术神通 多有独特之处 这次臣与颜峰帝结盟 颜峰帝许 给我开办学院 传授赤明子弟神通道法 赤明神子惊讶到 这位颜峰帝 倒是一代雄主的气魄 赤西点头 赤明神子笑道 可惜了 开皇时代死而不将 天庭的目标一直盯着那里 不会给他成长起来的机会 你这次回去 寻到造化神轮了吗 那口神气带回来了没有 赤西心头一凸 摇头道 有个情性小鬼机灵得很 把造化神轮索要了去 赤明神子盯着他 一字一句道 你便没有想过 这件宝物的真正威力 赤西惭愧万分 低头道 原本的确没有想到 后来见到情性小鬼使用 成这才悔之玩意 赤明神子叹了口气 道 不怪你 你脑子太直 没有弯弯道道 这个情性小鬼 倒是一个人才 这次严康使者中有他在吧 赤西连忙道 神子料事如神 不是料事如神 而是假如我是严峰帝 我也会派这么聪明的人前来 赤明神子撒着鱼石 道 你与他斗 便吃亏了 赤西羞愧不已 红着脸道 陈愚笨 你不是愚笨 只是不够聪明 赤明神子道 你是才说你收了一个严康的少年 为徒 实力很高 他而今是什么境界 赤西道 刚刚进入生死境界 赤明神子思量片刻 道 你把他换来 来人 传我命令 召集天下所有生死境界的神通者入宫 赤西不解其意 赤明神子道 我需要一把刀 一把可以激发我族人斗志的刀 但是也不能让我的族人惨败 恩威病师 我给严康使者以恩惠 也要给他们以下马威 但是最主要的是 我要给我的族人一块磨刀石 他将鱼石筒筒倒入水中 丢了盘子 拍了拍手 道 他们败得太惨 便会没有信心 就是被打败的狗 只会夹着尾巴 所以 你的弟子便是第一块磨刀石 磨一磨他们 把他们磨量 磨快 然后拿盐康使者试刀 既可以杀一杀盐康使者的威风 又可以让族人知道自己并非天下无敌 激发他们的斗志 我要将他们从绵羊 变成恶龙 赤西迟疑一下 道 我这个弟子 对我有救命之恩 赤明神子笑道 放心 他不会死 至于盐康使者 在磨好刀之前 我不会见他们 赤西连忙匆匆离去 过了不久 班公措跟随赤西前来 班公措抬头看去 只见广场前一座大殿门前 诸多三头六臂神魔毅力 中央坐着一位眉目清秀的男子 心知是赤明神子 急忙拜见 赤明神子高高在上 抬手道 起来吧 可以开始了 班公措不解奇异 突然只见数以百计的生死境界的神通者 走入广场 其中一个三头六臂的赤明神通者攻身道 胡康 请师兄赐教 班公措还未回过神来 便见那个叫做胡康的高手 呼啸冲至面前 班公措心中一惊 不假思索 便施展出无漏斗战神功 然而 他施展的却不是战绩神通 而是法术神通 藏于战绩之间 他一路上与林玉秀交手 竟然将林玉秀的拿手绝技 学得七七八八 轰隆 他神通炸开 威力恐怖惊人 将胡康震退 胡康黑黑一笑 六手持刀 刀如旋风 竟然将他的神通切开 翻滚的刀光 如同惊涛骇浪般扑来 班公措眼中金光闪动 六臂手持六口利剑 竟然施展出道门道剑 六种道剑招式 一起爆发开来 他的道剑 竟然也融入了 颜康国师的三招基础剑式 变得更为复杂多变 吃吃吃 刀光剑影中 胡康身中数十道剑伤 扑倒在地 班公措笑道 承让了 神子殿下 赤明神子扬了扬眉毛 又有一位高手出列 躬身道 罗子扬 请师兄赐教 班公措皱眉 心中有些不解 不是应该给性秦的那个混蛋 一个下马威吗 为何赤明神子 反倒给我一个下马威 罗子扬冲来 他顾不得多想 只能迎战 赤明神子眉心的金色眼睛 徐徐张开 眼瞳将班公措的一招一拾 清晰无比地映照出来 竟然将他的招式神通解析得 毫无秘密可言 过了不久 罗子扬败落 又有一位高手上前挑战 班公措迎着头皮应战 许久之后 班公措被累得吐血 赤明神子这才下令停止 吩咐赤兮道 带他下去 让他好好养伤 十日之后 再带他上来 赤兮将班公措带下去 赤明神子起身 镜子下场 突然施展出神通和剑法 一招一拾 清晰分明 将班公措的毕生所学 完美地呈现给这些玄空界的神通者 他将这些神通道法 巨细无漏地讲解一遍 当然道 你们有十天时间勤修苦练 十天之后再与他一战 而在此时 秦牧与林玉秀 正在城中四处闲逛 出祖人皇带着两只大眼怪 跟在他们身后 秦牧四处游玩 观看玄空界的神像 往往要驻足停留很长一段时间 林玉秀不解 笑道 石像有什么好看呢 石像太好看了 秦牧眼睛雪亮 道 这些石像是玄空界 在建立之初打造的 打造石像的工匠 都是当时最顶尖的人物 他们将毕生心血 融入到打造图中 因此 石像带有一种 赤明时代的精气神 甚至可以从文理线路中 揣摩出 那个时代的功法神通 我来到这里的几天时间 见到过不少 玄空界的神通者和神魔 发现他们 已经没有这种精气神了 他顿了顿 道 我在找他们遗失的东西 林玉秀细细查看石像 看不出多少有用的东西 摇了摇头 道 为何赤明神子 一直没有召见我们 秦牧几乎趴在石像上 头也不抬道 他在想 怎么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我如果是他 我便会从班公措身上下手 从班公措身上 推算出 颜康时代的 道法神通的变化 然后再对我们下手 第653章 隔空斗志 林玉秀心头威震 低声道 大尊活了万年之久 他几乎精通 所有圣地的神通 而且 他还去过西土 西土的神通 他应该也学过 还去过太皇天 太皇天的神通道法 他也绝不会放过 赤鸣神子 从他身上下手 差不多便可以将 颜康的主要道法神通 看了个遍 秦牧依旧在审视石像 悠悠道 他看到法神通 看的是奇形 他从大尊身上 看不到颜康的精气神 大尊身上没有这种东西 大尊的风骨太软 他想看颜康的精气神的话 他抬起头来 抿了鸣嘴唇 似笑非笑道 从我身上来看 林玉秀笑道 吹牛 出祖人皇笑道 林家的丫头 木儿并非是吹牛 我可以让你看看 他的精气神 说吧 他在林玉秀的眉心 轻轻一点 林玉秀顿时双眸昏暗 但是眉心却渐渐亮了起来 朦朦胧胧能够看到 前方有人意 你看木儿 出祖道 林玉秀向秦牧看去 顿时看到 有如熊熊烈火般的精气神 天不怕 地不怕 敢坐敢当 敢闯敢拼 他心头微震 过了片刻 双眼视线渐渐恢复 这才看不到秦牧身上的 那种精气神 倘若 你看你父皇颜峰帝 看到的也是这种景象 甚至比末更加浓烈 出祖人皇意味深长道 做开国皇帝的 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那个人 但一定是气魄和胸怀最大的那个人 颜峰帝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大一力大气魄 甚至还要超过末 我曾经远远看过颜康国师 颜康国师 也不曾有如此浓烈的精气神 颜峰帝 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 林玉秀吓了一跳 他从未想过 出祖人皇这样的存在 对他的父亲评价 居然这么高 颜峰帝的修为实力 是不如颜康国师的 资质悟性 也不如颜康国师和秦慕 他出类拔萃 但并非绝顶级的存在 不过颜峰帝 却是国师改革变法的中心人物 是颜峰帝一力推行改革变法 破心中神妙中神 让神通为百姓所用 让神为百姓所用 只是他的光芒 被颜康国师掩盖了 我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 甚至比他做得更好 他心中暗倒 十日后 班公措又被请到皇宫中 再度与这些玄空界的神通者对决 这次不仅有生死境界的神通者 天人境界 七星境界的神通者 也到了几千位 乌央乌央一大片 都是三头六臂的高手 这次又是生死境界的神通者 挑战班公措 十日时间 这些神通者的修为实力 竟然提升了一大截 非但如此 甚至连班公措先前所用到的 神通道法也施展出来 极为精妙 仿佛静赢了几十年一般 班公措吓了一跳 竭尽所能与这些神通者硬拼 几乎动用了自己的一切手段 他还是技高一筹 战胜了大部分玄空界神通者 但也输掉了几局 这次赤鸣神子 给他足够的时间休息 每次都是等到他处在巅峰状态 再对战下一人 因此战斗异常激烈 赤鸣神子高高在上 俯视下方的战斗 侧头问道 这几日 颜康使者在做什么 旁边一尊神器攻下身子 低声道 颜康使者无所事事 在城中游荡 这几个使者很是好奇 好似没有见过多大世面 总是盯着城中的石像看 每一个石像都看了好久 尤其是那个性情的使者 趴在石像上看 最近两日没有那么好奇了 却开始对着石像画画 赤鸣神子眉间跳动一下 他的眉毛很是好看 眉风上笼 眉间风立丝弯刀 道 是个可怕的对手啊 颜康竟有这种人才 有些棘手了 那尊神器不解其意 赤鸣神子取来一面镜子 用黑布蒙着镜面 道 你拿着这面镜子寻到他 把镜面远远对着他 拿掉黑布 照一照他 然后盖上黑布取来见我 那尊神器心中纳闷 但还是取了镜子 飞速离去 赤鸣神子继续观战 过了片刻 那尊神器带着 蒙着黑布的镜子返回 道 尘照了一下颜康使者 便立刻赶回 赤鸣神子接过镜子 轻轻扯下上面的黑布 他的双眼盯着镜面 眉心的竖眼 却在看着场中 搬公错的一朝一事 突然 赤鸣神子微微一正 三只眼睛都盯着镜面 镜面中 秦木背对着他 正在打凉城中的神像 旁边还有一个少女 身边还有两个 一人多高的大眼球 而出祖则转过头来 脸显得很大 脸色有些苍白 似乎离镜子很近 正在隔着镜子看来 让赤鸣神子震惊的不是出祖 而是秦木 他用这面镜子照秦木 照得不完全是秦木 只见背对着他的秦木 是正常的一头双臂 然而镜中 却有一股凶威战役 那股凶器和战役 竟然隐隐化作两颗头颅 与秦木原来的头颅 形成鼎立之势 不仅如此 赤鸣神子还隐隐看到 秦木的腋下有手臂的虚影 那是其他四条手臂 这四条手臂和其他两颗头颅 是精气神所化 并非是实质 赤鸣神子眯了眯眼睛 镜中的景象渐渐消失 赤鸣 你将无漏抖战神功 传给了颜康使者了吗 赤鸣神子换来赤锡 问道 赤锡摇头 这小子盗走我的斩神玄刀 又对我下毒 骗我宝物 我岂能传给他功法 赤鸣神子叹道 他已经快要学会了 应该是快要创造出来 自己的无漏抖战神功了 赤锡吓了一跳 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我们在研究颜康的功法神通 这人也没有闲着 他在揣摩石像上的神韵 推算我赤鸣时代的功法神通 他虽然未必能够 尽得这些功法神通的妙处 却得到了赤鸣时代的无畏精神 赤鸣神子叹了口气 道 怎么会有这么棘手的人物 难道他便是颜康帝 伪装成识者 不对 他没有帝皇之气 而且境界不高 赤锡连忙道 颜康帝已经是神奇 陈见过他 不可能是颜康帝 神子 此人叫做秦牧 真的很难对付吗 他没有学过我赤鸣时代的神通 即便是修成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施展出对应的神通来 赤鸣神子轻轻点头 笑道 我自然明白 只是他的这份资质悟性 让我有些心惊肉跳 来人 继续监视颜康使者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向我汇报 巨细无漏 几尊神人立刻攻身 身形消失 班公措又一次被累得吐血 倒地不起 心中难过万分 赤鸣神子的声音传来 道 赤锡 带你的弟子下去 好生调养 十日后再来 地上的班公措 抽搐了两下 过了不久 赤鸣神子得到消息 颜康使者去了私塾 与一群顽童一起求学 先生不知所措 敢问神子 是否要将他们赶出来 赤鸣神子愕然 摇了摇头 道 颜峰帝许给我们领地 又许给我们开办学院学功 我不能比颜峰帝小气了 便由他去吧 又过了四日 有神器前来汇报 道 颜康使者学了四天 便不去上学了 赤鸣神子道 再一看 看看 他究竟想要做什么 又过两日 神器会报道 颜康使者拜访监长官的宫殿 探望班公措 送上商药 班公措不敢服用 等他走后 倒入水沟里 赤鸣神子皱眉道 这举动是何道理 再探 神子 颜康使者调戏名女 被颜康公主暴打 引起一番混乱 众人于街上斗殴 赤鸣神子脸色微变 喝道 快去探战况如何 记住 给我盯紧了颜康使者 看他的举动 片刻后 那神器会报道 几百位神通者 在街上打来打去 混乱不堪 颜康使者和颜康公主 在一旁观战 赤鸣神子脸色大变 成了 他已经成了 那神器不解 赤鸣神子走来走去 的 他去私塾 其实是学习 我赤鸣的基础战绩 剑招 十四招基础剑士 刀招 十七招基础刀士 拳法 身法 铜法 执法 莫不是如此 四天时间 他便在私塾里 学会了基础招式神通 学会了基础 一切变化 都是在基础之上衍生 不过 他还要看我赤鸣的神通 走到了哪一步 而看我赤鸣神通的话 无疑便是引起一场混乱 几百个神通者 在街上斗殴 各种神通施展出来 他在一旁观看 嘿嘿 他虽然笑出声 但脸上却没有笑意 赤鸣神子顿了顿 到 再等几日 班公错 在战我赤鸣神通者之时 便召见他 我倒要亲自看一看 这位颜康使者的能耐 四日之后 班公错又被请入皇城中 赤鸣神子道 这次还请班公错小友 封印神藏 与七星境界和天人境界的 神通者一战 班公错顿时明白他的意思 羞愧道 神子 我觉得还是不用比了 同境界下 即便是神子的弟子 胜过我良多 也胜不了那人 赤鸣神子错愕 笑道 小友 为何出此大悲之言 班公错摇头道 神子的弟子 个个都是骁勇善战 不比我弱 又有神子指点 这三十天时间中 金勇猛进 已经有不少人可以胜过我 但是与性情的那个家伙相比 还是逊色太远 赤鸣神子静静听着 班公错由衷道 我与他争斗 不止一日两日 我出山之后 便一直与他斗 从前还可以不相上下 后来我境界比他高了 但却连他一招也接不下 而今 我可以迎战赤鸣的任何神通者 哪怕是神子亲自教导的弟子 但是让我与他对决 我却不敢 神子想要让自己的弟子胜过他 千难万难 赤鸣神子环视一周 只见几千位玄空界的神通者 都在看着班公错 显然 班公错直言片语 便给这些神通者 制造出秦目无法战胜的假象 这样很是不妙 班公错沉声道 倘若在场中 有人能够在低我一个境界的情况下战胜我 还有与他一战之力 赤鸣神子皱眉 班公错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话来 心中一惊 知道是赤鸣神子让他无法发出声音 心道 我的话已经说到这里 你们信不信使 你们的事 你们以为自己是在踢一块硬石头 却根本想不到自己踢的是一座须弥山 他有些幸灾乐祸 从我身上找信心 你们这些蠢蛋 根本想不到即将面对的是 怎样可怕的一头怪物 赤鸣神子展颜笑道 既然如此 那么请颜康使者上来 传颜康使者经见 第六百五十四章 绝对无敌 秦穆换上颜康的官服 走出房间 却见林玉秀也换上了使节的衣裳 不由眼前一亮 这次拜见赤鸣神子 代表的是颜康国 因此要穿上巢服 颜康国有很多女官 女神通者并不比男子少 甚至一品大员中也有几位是女子 女官的服饰也是很有讲究 林玉秀身上这一套官服 便是女官的服饰 身穿紫袍 腰缠玉带 下裙宽大 如同莲花裙摆 而上身却是紧身窄袖 她的衣衫是倒星形的领口 露出两边小半个月亮一样的胸脯 外面披着一件薄衫 和几个飘带 飘带被元气灌入 并会漂浮在腰间和脑后 很是飘逸 秦穆多看了两眼 朝中女官的服饰有多种 但是能够将衣服撑起来的 毕竟还是少数 颜康的女子作风大胆 虽然比不上稀土 但是在衣着上 却将女子的美好凸显出来 凌玉秀寒羞撇她一眼 笑道 往哪儿看呢 秦穆连忙收回目光 却又撇了两眼 凌玉秀脑目 悄悄地提了提灵口 出组人黄走了出来 咳嗽了一声 将两人吓了一跳 她还是从前的装束 毕竟她并非是颜康的朝臣 无需换上颜康的官服 走吧 今日是下马威的日子 出组向外走去 不嫌不淡道 在这里耽搁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一个月时间 相当于外界七个月 此行花费时间 比先前预料的要长了许多 秦穆点头 跟上她 赤明神子这些日子 把班公错调教得不错 我去看过她 虽然伤得很重 但是班公错的实力 却提升了一大截 这家伙学东西很快 她已经将无漏斗战神功 运用的出神入化 从玄空界的神通者那里 学到了不少东西 她的伤势很重 则说明 玄空界的神通者 同样很强 秀妹 玄空界的神通者 有不少人不弱于你 可能还会有比你强很多的 林玉秀走上前来 秦穆偷偷瞄了一眼 却见林玉秀 把抹胸提得很高 心中有些失望 刚才还是提了提灵口 现在抹胸都提得老高 婆婆自幼教导 胸脯大的女孩子 才是最漂亮的 因此 她见到胸脯大的女孩子 总喜欢多看两眼 这是残老村审美标准 容不得马虎 要是便曾经说过 木耳 看胸并非是好色 而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考虑 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秦穆一直铭记在心 出组人黄道 悬空界有这么多年轻高手 的确不容小觑 木耳 你不要掉以轻心 秦穆露出微笑 我从未小觑过他们 在船上时 我便已经在琢磨 如何对付他们了 过了不久 广场上突然传来一声 洪亮的声音 颜康使者玉秀公主 秦穆大祭九 参见赤明神子 陛下背下薄礼 敬献神子殿下 赤明神子 与一众三头六臂的神魔 纷纷看去 秦穆与林玉秀不紧不慢走来 这两位使者 年纪都是不大 男孩玉树临风 女孩英姿飒爽 令人见了 便忍不住暗赞一声 没想到一个脑袋 两条手臂 也可以这么好看 一位三头六臂的神人 低声赞道 旁边的神人连忙提醒他 静声 当心被神子听到 那神奇心中凛然 赤明神子 也是如秦穆一般 并未变化成 三头六臂的样子 好在赤明神子 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 让他稍稍放心 秦穆取出三招基础剑士的剑谱 林玉秀则取出 严峰帝交给他的各种珍宝 有神人上前 借过来公身走上长长的台阶 献给赤明神子 赤明神子对严峰帝的珍宝 视而不见 唯独拿起剑谱 翻看一遍 这三招基础剑法 他已经从班工作身上 剑到过不止一次 不过还是鬼使神差的翻看起来 所有东西之中 唯独剑谱的价值最高 比我推算出的 还要精妙一些 赤明神子和尚剑谱 笑道 严康国皇帝有心了 两位使者请上座 秦穆与林玉秀向前走去 突然一位三头六臂的神通者 跃肿而出 挡住他们去路 六臂抱拳 攻身道 严康 域外的罪儿小国 想要与赤明神朝结盟 应该过人之处 在下胡康 赶请使者指教一番 秦穆看向前方 只见前面广场上 最低有上万的三头六臂的神通者 不禁皱了皱眉头 他看向上方 赤明神子高居在上 面无表情 并未说话 秦穆和颜悦色道 岂敢在神子面前动手 怕不是死罪 赤明神子的声音 从上方传来 使者请上来入座祥谈 老狐狸 秦穆挑了挑眉头 赤明神子没按照 他预想的那样说出 赤你无罪 显然是不想让秦穆痛下杀手 他只让秦穆等人上去 也没有说 让广场上万千位 玄空界神通者退下 显然 秦穆等人想要上去 必须打上去 胡师兄是与大尊交过手吧 秦穆露出笑容 道 大尊的实力很强 大尊 胡康不解 秦穆笑道 就是班公错 大尊是我对他的表示 亲密的称呼 你与他交手 是胜了还是败了 不远处 站在赤膝身后的班公错 闷哼一声 低声道 亲密 你大爷的亲密 胡康道 我是为数不多胜过他的人 不过那是十天之前的事情 上次我与他交手 用了数百招 这才击败他 而现在二三十招 我便可以击败他 秦穆轻轻点头 道 大尊修为不凡 你能胜过 他的确很了不起 胡康素然道 我是生死境界 你是什么修为境界 我自封神藏与你较量 不会占你便宜 我而今是七星境界 不过已经修炼到 即将破壁天人的层次 秦穆想了想 道 神子 你能让广场上 所有人都封印到七星境界吗 赤明神子惊讶 点了点头 旁边一尊神奇朗声道 所有弟子听令 修为自封 辽阔的广场 顿时传来一声声 神藏闭合的声响 秦穆又想了想 将眉心的金柳叶 接下来 小心翼翼收好 出组人黄皱眉 道 莫 无须如此 秦穆笑道 我只是想快一些而已 毕竟在这里 担当的时间太久了 秀妹 你待会跟在我身后便可 林玉秀点头 秦穆看向胡康 微笑道 胡师兄 待会可能会有些得罪 他体内突然传来 噼里啪啦的爆响 血肉疯狂滋生 很快从脖子上 长出一颗脑袋 接着又从右侧 长出一颗脑袋 然后腋下骨骼 顶着皮肤向外生长 一条条手臂钻出 三头六臂 林玉秀吓了一跳 这时他才注意到 秦穆竟然不知何时 修改了自己的官服 让衣领变得宽松 腋下 也剪裁出 可以容纳四条手臂的缝隙 而且还镶了边 是了 放牛的 还是个好财方 他心道 只是这三头六臂 太可怕了 秦穆三头六臂一出 只见三张面孔的额头 竟然都有一只竖眼 三眉 竖眼半睁半臂 胡康六臂持刀 呼啸冲来 兴奋道 你竟然也修炼了 我玄空界的功法 那正是齐逢对手 他虽然自封修为 但是实力也是 极为强大 极为可怕 他的刀法 也不只是单纯的刀法 刀法中内藏法术神通 显然是班公错 动用了林玉秀的 战法河流的手段 被赤明神子学了去 赤明神子又将这种手段 传给了众人 林玉秀心头一跳 就在此时 秦穆六只手向搭 蝶手爆发 阴阳翻天手的三级蝶 手威力累加在一起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胡康还未进前 便以更快的速度倒飞回去 他又惊又怒 六口刀插在地上 刀刃切开地面 一路火光 嗡 秦穆目射三道光芒 嗡的一声 将他钉在地面上 巨大的压力 将广场中的众人 撞得人仰马翻 一时间 场面有些混乱 秦穆哈哈大笑 双足分开三尺宽 身躯猛然蹲下 大腿肌肉 像是蕴藏着 无穷能量的弹簧 一瞬间 一根根筋肉 被压缩到极致 一股滔天的战役 从秦穆身上爆发 恐怖的战役 甚至形成旋转的气流 肉眼可见的气流 围绕他疯狂转动 站在后方的 林玉秀衣妹都被掀起 发迹也被吹乱 咚 大地炸开 秦穆立脚之地 多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四周 全都是触目惊心的裂痕 而坑中却没有秦穆 林玉秀抬头向上空看去 却只看到了一个小黑点 轰隆 一声巨响传来 秦穆像是会心一般 砸在前方的人群之中 而在此时 胡康华行的身躯 还未止住 他的笑声未落 手中剑完 突然一分为六 刷刷刷剑光四面八方 喷涌而出 刹那间 化作微微山河 将数不清 多少神通者淹没 秦穆六手一抖 六剑像是 无数鳞片般翻动 重组 化作六口长刀 长刀何所向 猛虎入羊群 羊群乱了 便对猛虎形成不了 任何危险 他杀入拥挤的人群 真正能够攻击到 他的只有六人 面对六位同境界的神通者 他绝对无敌 刀光在刹那间 便化作一个巨大的光球 四面八方飞舞 将涌来的 无数神通者卷入其中 随即刀光消失 秦穆六臂 大开大合 脚步如飞 冲入人群中 他狂奔的身形 锁过之处 便爆出一串串雷音 一时间 只见空中 到处都是翻滚而起的 三头六臂神通者 砰砰砰的巨响不断传来 空中传来骨骼的断裂声 惨叫声 痛呼声 哀嚎声 还有咩咩的羊叫声 空中被抛弃的不止是人 竟然还有一头头绵羊 初祖人皇 黯然道 造化神通 是他从造化神轮上 领悟出的造化神通 融合了天师 传授给他的造化神通 他还是没有施展我 传授给他的天地印法 他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眼睛一亮 秦穆终于施展出他的印法 无数神通者之中 秦穆脚步交错 如同幻影般连连闪动 天地印法 天地之间我为尊 那里的空气几乎爆裂 一个个强者 或者被打得 深深印入大地之中 或者被打得直飞 几百丈高 初祖人皇露出欣慰的笑容 秦穆的三颗头 九只眼 眼中射出一道道神光 嗡嗡嗡 一道道光芒 将冲杀而来的 玄空界神通者轰飞 只听得他们的胸腔中 传来肋骨断裂的声响 他的神眼 恰恰弥补了 他招法上的不足 凌玉秀目光不由直了 呆呆地看着 前方几百丈外的战场 难难道 他不是让我 跟在他的身后吗 跑得这么快 让人家怎么跟上去 初祖人皇迈开脚步 凌玉秀迈不跟上他 两人比之 走向赤明神子所在的那座宫殿 碰 空中砸落下来一个 三头六臂的神通者 砸在凌玉秀脚边 凌玉秀神色镇定 尽量不抬头往上看 只听砰砰砰的声音 不绝于耳 像是下了一场人形大雨一般 玄空界神通者 像是雨点一样 从空中坠落 还有百十头绵羊咩咩叫唤着 从空中落下 而在他们四周 早已是一片狼藉 躺到了不知多少神通者 有的在翻滚哀嚎 有的瞪大眼睛 六目无神地看着天空 还有的被压在一堆人下面 凌玉秀尽量保持镇定 一路来到台阶下 而在此时 秦目出现在他们前方 散去三头六臂之身 恢复如初 神色宫颈 与他们一起设计而上 还不断有人坠落下来 砸在他们四周 每摔下来 一人凌玉秀的心便抽搐一下 心道 摔在石阶上 一定很疼 台阶上 赤膝身边 班公错看到秦目 从自己身前经过 连忙缩了缩脑袋 以示尽意 秦目向他和赤膝含笑 点头示意 赤膝脸色铁青 其他玄空界 神魔面色阴沉 一言不发 一双双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秦目恍若无觉 与灵玉秀和初祖人皇 登上最后一阶台阶 目光落在赤明神子身上 注视了这位神子片刻 这才攻身见礼 声音传遍广场 严康使臣 见过赤明神子 碰 最后一位神通者 从空中跌落下来 摔在秦目脚下 赤明神子面前 第655章 种植成城 赤明神子看着落在自己面前的 那位悬空界神通者 目光徐徐抬起 落在秦目脸上 他的目光又越过秦目 放远 看到广场上到处都是一个个大坑 坑里栽种着一个个悬空界的神通者 没有被栽入坑里的人也有很多 但多数是被秦目重创 不是打断了几根骨头 便是折断了胳膊或者腿 还有些人没有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势 只是被造化神通 变成了绵羊 正在广场上 眉头眉脑的乱转和叫唤 如果这是战场的话 悬空界的年轻一辈 便已经被屠杀殆尽了 一个历久弥坚的文明 一下子便会被打出一个断层 赤明神子起身 从秦目身边走过 来到台阶前 对秦目不闻不问 而是看向下方 赤明神朝历经两代 赤皇于草莽中起家 白手打天下 明皇受命于乱世危难之中 旧神朝于轻蔑之间 我赤明时代的人们 奋百世之恋 开创出一个璀璨时代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怎么响亮 但是却沉重 穿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然而 自从躲入这个悬空界后 一切便都变了 躲入此地的人们 日渐忘记了 灭我家灭我国灭我族人的外敌 日渐忘了赤明二皇 骁勇拼搏的精神 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战神 忘记自己的种族 是战神的种族 躲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东下与春秋 错 你们躲起来 便当有此办 当有此羞辱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下方广场上的众人 一个个羞愧不堪 不敢抬头看他 甚至连赤熙等赤明时代的神奇 也惭愧地低下了头 我就是要借这个外乡人之手 羞辱你们 折辱你们 打醒你们 赤明神子的声音中 带着怒气 就是要借他之手 警示你们 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忘记了传统 忘记了仇恨 忘记了赤明时代的精神 没有了这股惊奇神 赤明时代 才是真正的灭亡了 不是灭亡在天庭的手中 不是灭亡在为你们 而战死的神魔手中 而是灭亡在你们手中 你们这些幸存者手中 他的声音又放缓下来 沉重中有些黯然 知道我 为何只敢成神子吗 知道我为何 执意要派人走出悬空界 去打探外面的消息吗 知道我为何 在三千年前 执意要联系开皇 甚至不惜 向他称臣吗 我是不忍心 不忍心 你们继续沉沦下去 不忍心赤明时代 彻底毁在你们手中 不忍心你们成为罪人 我想让你们 回到真正的世界中 想让你们重现 赤明时代的精气神 重新恢复斗志 重整旗鼓 而不想看你们日渐沉沦 他在台阶前须须夺跌 我不敢称殿 只敢称神子 殿下 不是因为我不如 颜康纳等小国的皇帝 而是我的臣子们配不上啊 你们配不上 我也配不上 颜康的使者很强吗 强 他能一个人打 你们六个 但是你们想一想 他是不是一直这样打 自始至终 你们上万人 只有六个人能够攻击到他 他的声音止住 给人思索的时间 下方战败的玄空界 神通者一个个露出迷茫之色 转而有人低声道 的确是这样 他冲入人群后 只有六个人能够攻击到他 越来越多的人点头 交头接耳 刚才他们被秦木击败 连同他们的信念信心 也一同击垮 一个时代的骄傲 被秦木生生打得化作乌有 生出秦木无法战胜的心态 而现在 他们在慢慢地 生出一丝希望 秦木只是能同时 战胜六个人 并非是绝对的无敌 赤明神子的声音 再度响起 冷冷道 然而赤明神朝时期 我们一个赤明时代的战士 可以打天庭六个对手 一亿敌六 所以才有不适的赫赫威名 所以才被称作战神 而今 你们却被一个 星星之国打垮 将祖宗放在哪里 将战神之名放在哪里 拱手想让吗 你们让我觉得羞耻 但是你们可以支持而后勇 你们刚才之战 一盘散沙 相互踩踏 拥挤 混乱 不成章法 能够同时攻击到他的 连六个人都没有 你们不是败于 颜康使者之手 而是败在自己的手 自己人的手中 耻辱 奇耻大辱 他高声喝道 赤明的耻辱 该怎么办 他顿了一顿 立声喝道 打回来 才能把耻辱抹去 才能让自己仰头挺凶 今日颜康使者将你们击败 你们将来击败他 从前天庭将我赤明击败 那么将来 我们打垮天庭 下方 无数玄空界的神通者 被他的语言 激发了胸腔中的热血 许多人忍着剧痛高呼起来 七嘴八舌 很是混乱 但是渐渐的所有人的声音 汇聚在一起 化作一场惊心动魄的洪流 呐喊惊天动地 震耳欲聋 那数万高呼的声音 重叠在一起化作的洪流 竟然如此震撼人心 如此震聋发聩 让秦牧 灵玉秀 都是脸色一变 秦牧转过身 向下看去 只见玄空界的神通者 气势相连 如同焚园烈火 如同大地逢春 如同洪水弥漫 种植成城 这是一股种植成城的精神 赤明时代的精神 复活了 秦牧难难道 出祖人皇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道 这便是一个好的领袖的作用 颜峰帝是这样的人 神子也是这样的人 颜康国师和你都不是这样的人 说不出这种激动人心的话 只有这样的领袖 才能将人心凝聚在一起 秦牧点头 道 真正的领袖 可以将坏事变成好事 将人心凝成一股绳 我目前还做不到 灵玉秀低声道 这位神子几句话 便将你击垮上万人的事情 变成了击垮六人 又说六人也无法全力施围 又将你的实力压了一筹 心机很深呢 秦牧笑道 他说的却也没错 打垮上万位七星境界的神通者 我的确难以办到 在排军布阵的情况下 别说上万人 百位七星境界的神通者 一轮神通轰击 便足以轻易将我轰杀 我用的办法 是先乱骑阵型 冲散对方 造成对方混乱 然后趁机降落在混乱的人群中 能够攻击到我的 的确只有六人 而其他人都想冲过来 相互撤走 真正攻击到我的 只有三四个 我正是用这种办法 打垮了上万位神通者 灵玉秀笑道 不过他就是为了杀你威风 他是为了自己的种族 无可厚非 秦慕道 而我的目的 则是借此一战 打出颜康与赤明的五十年太平 他微笑道 赤明玄空界的这些神魔和神通者 心高气傲 就算与颜康联手 也会看不起颜康 傲慢产生偏见 偏见走向欺凌 他们因为看不起我们 必然会欺凌颜康的子民和神通者 早晚会酿成大祸 现在我打他们一顿 五十年内 玄空界的神通者不敢生事 林玉秀惊讶 我没有想到你 竟然想得这么深 那么五十年之后呢 五十年后再打一顿 秦慕神态悠然 道 又可以和平五十年 赤明神子让那些激动的神通者 各自下去疗伤 转身走来 返回自己的座位上 微笑道 颜康使者请坐 秦慕 林玉秀和初祖人皇 各自落座下来 赤明神子目光明亮 仔细打量三人 向初祖道 道友是开皇时代的人 初祖道 开皇移民 我派出赤熙 便是为了去见开皇 打算向开皇称臣 与开皇联手对付天庭 赤明神子叹道 没想到时过境迁 物非人非 赤熙还未到地方开皇时代 便已经夭折了 开皇时代存世两万年 对我玄空界来说 只是过去三千年 可叹 可叹 幸好还有颜康 他目光又落在林玉秀身上 微笑道 玉秀公主亲自前来 让我玄空界蓬壁生辉 赤熙带我与颜康皇帝 签订的盟约 我已经看了 倘若刚才我玄空界的弟子 胜过了使者 我还可以谈谈条件 修改几条 更有利于我的条款 但是他们毕竟败了 因此 赤熙签订的条款 我便只字不改 林玉秀微微欠身 笑道 神子殿下大赌 世才多有得罪 还请殿下见谅 公主客气 原本我也是打算 给你们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倒被踹下马了 赤明神子哈哈一笑 显得很是爽朗 却没有去看秦目 道 这盟约条款 我已经同意 还请公主与使臣等待几日 我这边还需要准备一些琐事 然后便会让一部分族人出发 前往严康 这次商谈 便在一片祥和之中结束 林玉秀宇出祖和秦目回到住所 立刻道 这位神子 给我一种非常棘手可怕的感觉 他到底 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始终看不透他 他真的会因为放牛地 给他的下马威 便会做出让步 我不太信 秦目说了个懒腰 笑道 他自然是有野心的人 但是他现在的目的 便是让他的族人 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重回充满竞争的世界 然而 他又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因此 他只会让部分族人 离开悬空界 前往严康 只是部分族人的话 对严康没有危险 反而是严康的机会 得到一个很大的避准 林玉秀思索道 等到他在严康 真正地站稳跟脚 对严康来说 才是威胁 秦目道 那个时候 严康应该也会壮大了吧 我们不用考虑这些事情 这些事 应该是他与皇帝的博弈 由皇帝去头疼 趁着这几日 我打算四处走走 看看玄空界的景致 秀妹 你要陪我一起去吗 林玉秀摇头 我需要想一些事情 他开动脑筋 思索 如果自己是严峰帝 自己应该怎么做 才能在这场博弈中获胜 赤鸣神子 是个非常可怕的对手 才学 气魄 胸襟和手段 比父皇毫不逊色 想要在未来的博弈中胜过他 唯有比他更有才学 更有气魄 胸襟更广 更有手段 他心中暗道 秦目在城中四处闲逛 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玄空界的风土人情 建筑风格 出祖则跟在他的身后 一言不发 玄空界其实不比严康小 然而人口却不是很多 远不如严康 大概是因为父族 对繁衍后代没有兴趣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人处在危难之中 会想方设法的繁衍后代 然而一旦生活富足 无忧无虑 反而对繁衍后代没有了兴趣 人口反而会变少 尤其像玄空界这种 没有外敌 没有战争 没有衣食之忧的地方 更是如此 市民神子说的没错 倘若玄空界再躲在这里 只怕便会自我灭绝了 秦目低声道 这座神城建立在一片 巍峨广大的高山之上 这座山甚至比严康的须弥山 还要庞大许多 站在城楼上 可以远眺玄空界的景致 天空中迪宕的光芒 也变得似乎唾手可得 秦目四下张望 心旷神怡 他回头看去 突然微微一正 只见这座神城中最高的地方 居然不是皇城 而是皇城后方的 一座规模宏大规律的宫殿 在城中 根本留意不到这个地方 那里是什么地方 秦目兴致勃勃 立刻从城楼上走下 绕过皇城 向那座宫殿走去 出组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的身后 一副心灰若死的样子 他们来到皇城后的宫殿前 只见石阶层叠叠 不断向上扑去 不知道扑了多少层 很是吓人 一眼看不到镜头 秦目向上攀登 即将来到顶端时 突然有几尊三头六臂的神魔 从上方探出头来 面目很大 母许方圆 喝道 颜康使臣 此乃圣殿禁地 请回 秦目停下脚步 突然上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惊无畏 让他们上来吧 赤明神子也在这里 秦目微微一正 走上前去 赤明神子 一身紫红色修身衣袍 站在他的前方 面对着 这座规模宏大瑰丽的大殿 悠然道 颜康使者 这里便是赤皇的眉心所在 大殿中 藏着他的大脑神光 秦目迟疑一下 既然是赤皇的圣地 那么我还是 不用进去了 第656章 赤皇之脑 赤明神子回头 展颜笑道 我邀请你进入圣殿 不算冒犯 请 秦目犹豫 回头看向出祖 出祖病泱泱地 了无声去 慢吞吞地往前走 他的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怎么还是没精打采 秦目纳闷 出祖虽然一向是冷冰冰的 谁也不爱搭理 但气于内眼 自从开始这次玄空界之行 他便有些奄奄不振 显然并非是受伤的原因 他与出祖一起跟着赤明神子 走向这座圣殿 赤明神子笑道 这位朋友一直保护着你 却不保护颜康公主 可见在他心中你 远比颜康公主重要 秦目正要说话 赤明神子继续道 其实在我心中 你不但比颜康公主重要 也远比颜峰帝重要 秦目微微一正 笑道 殿下何出此言 赤明神子没有回答 走入殿中 道 这座圣殿从建立之初 便没有外人能够进来 别说外人 即便是我族人中 也没有几人有进来参拜赤皇之脑的资格 秦目道 神子殿下让我们进来 令我受宠若惊 赤明神子回头 仔细打量他的面孔 似乎要看看 他是否真的是受宠若惊 秦目受宠若惊 赤明神子摇头 你的表情唯妙唯笑 但只是假装 并没有发自内心 你只是好奇而已 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 你若是能够伪装到发自内心的程度 便可以骗过我了 秦目懒然 还是假 赤明神子继续前行 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并非是赤皇或者明皇的子孙后代 我与赤皇和明皇 没有半点血缘关系 秦目惊讶不已 出祖人皇也不禁好奇起来 主动询问道 道兄 你不是他们的子孙后代 为何会被尊为赤明神子 赤明神子似乎陷入回忆之中 道 灾变发生之前 明皇便已经有所预感 召集天下年轻才俊 举行一场讲武大会 经过层层选拔 最后有千人入选 得见明皇 而我位列其中 明皇传道讲法 给我们这千位少年很大启迪 我并非是其中最出色的 无论资质还是悟性 亦或是神通道法 我都排不上前十 不过最后 明皇还是选择了我 他对我说 赤明时代需要的 不是资质物性最高最好的那个人 而是能够将子民凝聚起来 让子民能够在失败之后 走出来的那个人 他告诉我玄空界的路径 之后便灾变发生了 赤明神子神色黯然 过了片刻 他的神色又恢复如初 我原本始终不明白 他为何选择了我 直到灾变爆发时 我才明白 明皇对外宣称 我是赤明时代的天命神子 让我在末日降临时 拥有了很多追随者 他们深信 我是天命神子 能够带给他们希望 于是我带领着剩下的族人 赤明时代仅存的希望 踏入星空 寻找悬空剑 安居下来 他面色平静 我明白了 明皇为何选择我 是因为我能够承受得住失败 能够凝聚人心 能够给族人希望 我并非是赤明时代的天命神子 但是我可以带领族人 从死亡中走出来 从失败中走出来 我也可以带领他们 走出安乐窝 给他们战斗的意志 唤醒他们 赤明时代的狂野精神 出祖人黄沉默 赤明神子的经历 与他很像 然而两个人的选择 却完全不同 赤明神子隐忍前行 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领导者 懂得什么时候隐忍 什么时候出击 而他却在率领残存的族人 来到颜康之后 便消沉下来 两万年没有任何举动 没有带给族人任何希望 他这些日子一直很是 奄奄不振心灰若死 正是因为玄空界 让他想到了无忧香 玄空界的现状 未尝不是无忧香的现状 赤明神子试图走出玄空界 而谁又能带领开皇旧部 走出无忧香 无忧香 也需要一位开皇神子 现在 他了解赤明神子的过往 又想起自己的过往 我不是开皇神子 他心中又泛起一股苦涩 天使说得太对了 我就是一个逃兵 永远都是逃兵 秦牧突然道 神子将这些秘星 毫无保留地说给我们 莫非是打算杀我们灭口 赤明神子哈哈一笑 摇头道 不是 你身边这位朋友很强 你体内也藏有一股恐怖的力量 虽然被镇压封印 但也让我心惊肉跳 我并非是想杀两位 而是想拉拢两位 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 他认认真真道 阎峰帝有天地的气魄 只是身不逢时 可惜了 他必死无疑 你辅佐他 必然不会有任何收获 秦记久若是能够辅佐我 我可以延续阎康和赤明的气域 重整旗鼓 再与天真 还请秦记久助我 秦牧正了正 突然哈哈大笑 声音在圣殿之中震来荡去 过了两久 他的笑声渐渐止些 脸上的笑容也在缓缓消失 摇头道 神子殿下想错了 我并非是严康国的中流砥柱 也不是改革变法的国师 我只是严康国的一个大忌久 恰逢其会 参与到变法之中 你若是想拉拢 应该去拉拢严康国师 他的才学见识 剩我百 嗯 两倍 差不多两倍 可能还不到 不过也马马虎虎 赤明神子微笑道 严康国师 将来 我会亲自与他相见 再看他是否当得起忌久的赞誉 忌久不必急于推辞 将来的事情 谁能说得准 你先考虑考虑 前方便是赤黄之脑 秦目与初祖向前看去 前方有明亮的光芒传来 交之交错 形状如同一个战地数目的大脑 站在这里 让人顿时感觉到 自己的渺小 和智慧的低微 虽说是赤黄之脑 但这团光芒 并非是真正的大脑 赤黄已经化作了玄空界 他的大脑已经不复存在 这些光芒 是他还在流动的思维之光 大脑形态的光芒 有的地方很是明亮 有的地方则有些暗淡 但并非绝对 因为这些光芒成线素流动 不断的变化 仿佛赤黄还在思考 还拥有着生命力 何其强大的存在啊 虽然生死神灭 但意识长存 思维永过 秦目心生敬意 向这团光芒拜了一拜 这是发自肺腑的尊敬 并无半点作为 赤黄神子来到赤黄之脑前 道 当年明皇便是祭祀赤黄 得到一缕赤黄的思维意识 从而得到玄空界的路径 为我赤黄的人们 寻到了一条退路 我于是有个怀疑 赤黄当年 可能并非是让我们寻到玄空界 借玄空界躲过灾难 他可能是想接纳一缕意识 让我们寻到他的赤黄之脑 得到他脑中的某些思维记忆 秦目正了正 心中暗赞 这位神子 虽然说不是真正的天命神子 但是他却懂得反过来想 他的思维意识 与我差不多 赤明神子面色复杂 轻轻触摸赤黄之脑 赤黄之脑上一道道思维之光 赤黄突然变得剧烈起来 光芒在大脑表层不断流动 幻名幻灭 他的确是想告诉我某些东西 然而我资质愚钝 这些年 我经常来见他 想要得到更多的讯息 然而却始终无法得到他的指点 赤明神子叹道 两位来到这里 不如也试试看吧 说不定可以得到赤黄的指点 秦目伸出手 向赤黄之脑抹去 突然出组人黄啪的一声 将他的手掌拍开 道 当心赤黄夺舍了你 赤明神子叹 赤黄乃是开辟了赤明时代的存在 岂能做这等卧挫之事 他如果要夺射 早就便可以夺舍我了 可惜 我有现身之心 而他却已经魂飞魄散 化作了这片悬空剑 秦目想了想 接下额头的金柳叶 伸出手来 笑道 摸一摸又不会死 出组皱眉 与他同一时间伸出手掌 两人的手掌 几乎同时贴在赤黄之脑上 哄 两人脑海中传来 似乎是开天辟地般的巨响 无数复杂无比的画面和声音 疯狂向他们的头脑中涌去 一个个声音 都是相同的人发出的声音 但是声音的语句却很短 只有一句话 但是数量却极多 顷刻间便有数以万计的语句 同时响起 而那些画面 也是繁杂无比 数以万计的 从他们的面前一画过 那仿佛是开天辟地的 石生城的光怪陆离的场面 秦目与出组人黄 两人的眼珠子 像是波浪鼓一般 左右飞速晃动 几乎难以看清他们的眼球 嗡 秦目眉心的眼睛张开 他的眼睛中 竟然还有一只眼睛 那只眼睛 正在好奇地向外张望 此时 秦目眼中的秦字大陆中 秦凤青那个大胖娃娃 将天宫的分身 坐在屁股下面 探手将封印扒开一线 只能勉强让一只眼睛 看外面的景象 这巨型音还好奇无比 借助秦目眉心的眼睛 盯着赤黄之脑大流口水 突然 赤黄之脑中 狂暴的讯息蜂拥涌涌来 一股脑钻入他的大脑之中 什么鬼案算我 巨型音还吃了一惊 那股狂暴讯息 疯狂地涌入他的脑海中 将他钉在那里 与此同时 秦目压力大减 而出组人黄雀蹊跷流血 手掌不由自主松开 直挺挺地倒地 昏死过去 赤鸣神子轻声叹道 你也接受不了 赤黄之脑中的讯息 是了 你的秀为实力 比我逊色一筹 我尚且无法接受 更何况你 他抬起手来 手上赫然是一个透明的手套 刚才他触摸赤黄之脑 正是隔着手套触摸 因此没有被赤黄之脑影响 倒是秦记久 赤鸣神子目光闪动 三只眼睛一起张开 落在秦目身上 声音奇异 你是怎么坚持到现在还没有昏死的 不过 这已经无关紧要 你落入了赤黄之脑的思维迷宫之中 只怕是醒不来了 他轻轻抬手 昏迷不醒地出组人黄飘了起来 出组人黄泽飘在他的身后 我见过你这种人 你是不可能投靠我的 即便将来严康皇帝变法失败死了 你也不会投靠我 只会去辅佐玉秀公主 他走出圣殿 目光深邃而幽远 秦声道 你不会死 但是你的思维与赤黄的思维相容 便会陷入赤黄的迷宫之中 就算将来你能走出来 那时你便会发现 未来的天地 已经不是你记忆中的天地 未来的人 也不会是你而今熟视的人了 他迈步向下走去 就在此时 突然圣殿内传来一股轻微的波动 赤黄神子微微一震 回过头来看向圣殿的门户 圣殿中突然一片昏暗 只听秦木惊讶的声音传来 灭了 怎么会这样 出组 神子 你们在哪里 没人 赶紧溜 赤黄神子看到秦木鬼鬼祟祟地溜出圣殿 见到他就在外面 这位秦记九刚才的鬼祟神态 立刻不翼而飞 赤黄神子脸色微变 立刻将出组扔在地上 身形一闪遍 已经来到圣殿中带看到赤黄之脑 他不由手足发凉 身子险些瘫软在地 赤黄之脑 竟然熄灭了 第657章 被封印的赤黄 赤明神子茫然地看着前方 赤黄之脑 原本应该闪耀着不断流动的光芒 藏纳着赤黄的思维意识 无穷无量的见解见闻 而现在 赤黄之脑竟然熄灭 这个占地树母的巨型大脑 已经不再闪烁光芒 而是陷入黑暗 寻不到一丝脑中亮光 表明赤黄的思维 已经不在这里了 赤黄的思维不在这里 还能在哪里 他猛地转头 立刻翻身跃起 面色阴沉 向殿外走去 贼 他杀气腾腾 还未走出圣殿 殿外的天空便密布阴云 风雨雷电肆虐 一道道雷霆 从黑压压的乌云中 咔嚓咔嚓披落 划过黑暗的天空 神子一怒 非同小可 当真是苍天变色 不过 他在走到殿门前时 他的混乱心神 渐渐恢复平静 天空中的雷霆越来越少 竟然风雨止歇 乌云渐渐淡去 即便我也无法走出 赤黄的思维迷宫 为何他没有陷入迷宫之中 赤明神子抬脚 脚步悬在那里并未落下 赤黄的思维是何等的庞大 我也承受不起 然而他却能承受 而且 赤黄的思维五万年 一直留在这里 不曾有任何族人 能够得到赤黄思维的认可 为何他得到了赤黄的认可 还有 赤黄留下自己的思维 为的是什么 为何连我也无法得到 赤黄思维中蕴藏的知识 他的脚还是悬在空中 脸色阴晴不定 殿外的天空风卷云涌 时而晴朗 时而阴云密布 时而万里无云 时而电闪雷鸣 赤明神子心中挣扎不休 赤黄思维是赤黄所留 绝对不能落在外人外族之手 然而赤黄思维消失 是不是意味着 赤黄选择了秦木 是不是赤黄此举另有深意 秦记久 代表的不是赤明 他决心以下 脚步落地 踩得这座圣山和圣殿 轻轻抖动两下 而在此时 秦木正在出祖身边 查看出祖的情况 出祖人黄陷入昏迷之中 应该是触碰到赤黄思维时 被赤黄庞大恐怖的思维意识冲击 大脑无法接受 因此昏死过去 这不算是伤 休息一下便好 不过奇怪的是 我为何没有被赤黄思维冲击地昏死过去 秦木刚刚想到这里 突然看到天空变色 心中一惊 急忙拖动出祖的身子 不过出祖乃是神器 而且是斩神台境界的神 他哪里拖得动 天空中风云变幻 秦木的脸色也阴晴变幻 天空的晴语 是赤明神子的心情 情势没有杀意 因是杀气滔天 阴晴变化 说明赤明神子在天人交战 盘算着是否因为赤黄思维的熄灭 而杀掉秦木 赤黄思维对赤明于不来说极为重要 赤明神子盘缓立弊之后 一定会心动杀机 秦木继续拖动出祖 然而还是无法移动分毫 就在此时 出祖的右手食指轻轻弹跳一下 秦木微微一正 出祖依旧双眼紧闭 一动不动 动 赤明神子的脚步落下 山巒抖动 只听赤明神子的脚步声 一步一步接近 秦木站起身来 露出笑容 道 神子让我们进入圣殿 触碰赤黄思维 似乎不怀好意 害得我家出祖人皇昏迷不醒 赤明神子脸色漠然 道 是我的错 我的确有让你跌入四位迷宫中 无法出来的想法 秦木心中一紧 赤明神子说出这话 表明他的决心 一定 绝不会放过他 赤明神子此人 有着高绝的智慧 不过他也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 心动恶念时 会吐露出一些秘密 进入圣殿时 他向秦木与初祖 吐露出神子身份 来历的秘密 然后初祖昏迷 秦木险些 跌入赤皇的四位迷宫 而现在 他吐露出自己刚才的想法 也是他体内的秘密 这便是 他要杀人的前兆 倘若秦记久 能够交出赤皇思维 此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赤明神子莫然道 秦木巍巍一正 笑道 神子这么好说话 实不相瞒 我也不知道 赤皇之脑为何会熄灭 交出赤皇思维 更是无从谈起 神子倘若知道 不妨明说 赤明神子轻声道 赤皇之脑 是赤皇思维的容器 赤皇思维离开赤皇之脑 赤皇之脑的光芒便会熄灭 现在 赤皇思维 已经进入你的大脑中 秦木转动大脑 大脑中的确有 许许多多古怪的画面和声音 不过数量虽多 但是万万不可能容纳赤皇思维 笑道 我脑海中的确 有些奇怪的画面声音 但是该如何将赤皇思维还回去 从大脑中提取思维 这种神通 我还没有见过 也不曾听闻 还请神子赐教 赤明神子僵硬的面孔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很简单 赤皇思维永恒不灭 他的思维太强 就算把宿主毁灭 他的思维也不会被毁掉 因此 最简单办法 便是砍掉宿主的脑袋 把这个脑袋细细地敲碎 赤皇思维便会现身 他肃然道 然后 我会捧起赤皇思维 还到赤皇之脑中 请记究 你想怎么安葬自己 我可以用王侯将相的规格 为你风光大葬 还可以用最好的神经 为你铸造一颗头颅 保证唯妙唯笑 栩栩如生 秦目面色如土 一步一步向下退去 勉强笑道 神子一定开玩笑对不对 我不觉得 我的大脑里 有赤皇的思维 倘若有的话 我现在已经是另一个赤皇了 神子三思 赤明神子 修身的紫袍衣角 栩栩飘起 认认真真道 这是我目前能够想到的 最有效的办法 秦记久也可以试着逃走 逃出多远都可以 不过 你认为你能逃出这个悬空剑吗 你不如站好 割下自己的头 让我好生检查一番 秦目转身 撒腿狂奔 一溜烟 向山下奔去 赤明神子面色冷峻 眉心的第三只眼睛 眼帘栩栩向两旁分开 叹道 这么聪明的人 为何也会做出这种不智的举动 看来生死面前 人总有一蠢 他的第三只眼中 神光阴晕 击射而出 就在这道神光射出的一瞬间 出祖人黄纵深月起 玉冥剑迎着神光 刺入他的第三只眼 赤明神子吃痛 眉心有眼瞳晶体 混着血液流下 突然他紫红色衣袍下两颗头颅 疯狂生长出来 腋下钻出四条手臂 六臂带着恐怖的力量 轰向出祖人黄 出祖人黄不躲不闪 刺中的第三只眼时 便立刻弃剑 双手交错 天地印法爆发 任由赤明神子的攻击 落在自己身上 天地印法中的天青三世第一世 苍天轻浮的围绝 威力爆发开来 毫无保留的轰击在赤明神子身上 两人几乎是同时击中对方 出祖人黄体内 传来骨骼断裂的声响 一根根肋骨从背后穿出 刺穿了身体 刺破了衣裳 他的脸上也中招 面孔扭曲 下巴的颌骨断裂 整个人倒飞而去 比秦木奔跑下山的速度还要快 先秦木一步轰然坠地 将地面砸开一个锯坑 旁边一座座宫殿庸宇 轰隆坍塌 不断向锯坑中跌落 另一边圣山山顶 赤明神子肉身以诡异的姿态扭曲 腰肢像是一张指人 从腰部叠在一起 三个脖子中央的那根脖子折断 脑袋向后仰去 轰隆 他的身躯撞入圣殿之中 圣殿内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 大殿后方的墙壁突然炸开 无数乱石纷飞的一刹那 赤明神子扭曲的身体飞出 在空中滑出一道笔直的流光 秦牧脚下石阶不断坍塌 像锯坑中落下 少年纵跳如飞 踩着一个个四分五裂的石阶 飞速落入坑底 出祖人皇四仰八叉躺在那里 强烈的疼痛 让他面孔肌肉不受控制的扭曲 私声道 他的实力比我强 境界比我高 而且长着三颗头 我只破坏了他的一颗头 快走 秦牧试图将他抱起 出祖人皇怒道 我的十二肋骨全部断了 只剩下几两股 打不动了 你快走 能走到哪里 秦牧摇头道 赤明时代的功法 仅于肉身造化 别说断骨可以重生 就算脑袋都能生长出来两个 手臂也能长出来四条 你的这点伤势 只要修炼造化神通 可以将肋骨炼出来 你看 这便是我研究造化神龙的好处 你当时还一脸忧怨 嘴上不说 心里埋怨我不学你的印法 出祖人皇勃然大怒 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个紧要关头 你还扯东扯西 滚蛋 快点滚蛋 秦牧笑道 我又逃不出悬空剑 能滚到哪里 他实在无法拖动出祖人皇 只得放弃这个念头 取出斩神悬刀 将小匣子扣住 目光盯着圣山的山顶 刷 一道流光飞回 赤明神子又回到圣山的圣殿前 中央的那颗头颅 还在向后仰着 口中不断吐血 还吐出一根根碎骨 那是脖梗被打断的颈骨 他吐出碎骨之后 中央的脖子 竟然慢慢地直了起来 中央的脑袋也慢慢竖起 脖子上的伤势飞速痊愈 赤明时代在肉身造化之术上 的确有着非同反响的造诣 令人羡慕 秦牧之所以被造化神轮迷住 除了造化神轮的 强大到近乎无敌的威能之外 便是看到了肉身造化之术的强大之处 赤明神子腰间的碎骨 也在从伤口中退出 一块接着一块 他的伤势很重 出祖人皇出妻不亦公妻不备 以敌他一个境界的劣势 将他中创 倘若换做其他神人 只怕不死也会中创 然而对于他来说 伤势在可控范围之中 至于元神和神藏上的伤势 虽然也很严重 但是相比出祖人皇来说 他已经胜了 斩神玄刀在你手中 对我这等于欲经境界的神奇来说 没有任何威胁力 赤明神子远远抬起手掌 大地隆起 将秦牧和祖祖人皇托起来 化作一根石柱 石柱竟然在旋转之中 让秦牧背对着他 秦牧急忙转身 但是无论他如何转身 转动速度有多快 他始终背对着赤明神子 他根本无法用斩神玄刀 锁定赤明神子 秦牧额头冒出冷汗 斩神玄刀可以说是他最大的依仗 而现在这个依仗 全然没有了用处 赤明神子用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破解了斩神玄刀 四周有诸多悬空界的神奇飞来 看到这一幕都迟疑了一下 不敢上前 突然 秦牧丢下斩神玄刀 猛的一点眉心 喝道 另一个我 出来 他的眉心树眼毫无反应 反倒是被他的手指戳得很疼 秦牧鹤道 解封 眉心处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秦凤青 秦牧试探道 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秦牧眨眨眼睛 怒道 平日里用不着你的时候 总是喜欢跳出来惹是生非 现在用得着你的时候 便爱答不理 要你何用 他的第三只眼深处 秦自大陆封印中 三眼巨鹰秦凤青露出惊骇之色 只见这婴孩的脖子处竟然又长出了一颗脑袋 与儿时秦牧的相貌 完全不同的脑袋 赤黄的脑袋 巨型婴孩站了起来 屁股下的白袍白发老者立刻夺落而逃 婴孩提起胖乎乎的拳头 向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疯狂捶去 喷喷喷喷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过后 他的体内竟然被打出来一个仪容不凡的中年帝皇 只是被打得鼻青脸肿 趴在地上 那位中年帝皇又惊又怒 立刻起身 正要反攻 突然间看到四周情形 不由吓了一跳 天宫 大饭天 还有土拨封印 这是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里 第658章 魔王破风 巨型婴孩探手抓去 将那中年帝皇抓住 那中年帝皇挣扎一番 没能挣脱 冷笑道 我只是思维意识 你能奈我何 咔嚓 婴孩一口将他咬掉半边身子 再一口 将他吃了下去 不好吃 没有人味 也没有鬼味 怎么回事 婴孩脖子上 又长出赤皇的脑袋 从小变大 那婴孩大怒 提起拳头 一阵狂风暴雨般乱打 终于将他再度从身体里打出去 赤皇爬起来 高声道 我说过了 我是思维意识 并非是真正的赤皇 你吃不掉 啪 婴孩一掌 将他盖在手心下 群衫被震得颤抖 婴孩抬手 赤皇大自行 趴在巨大的巴掌印下 远处 天宫分身想要高声警示 又不敢声音太大 赤皇 不要挣扎 不要降嘴 他玩腻了 便不会玩了 赤皇爬起来 勃然大怒 你可震是谁 你 啪 赤皇再度啪下 掌印更深 赤皇挣扎出来 道 震 啪 啪 啪 婴孩打了不知多少计 看得天宫分身心惊肉跳 终于这个虎头虎脑冰雪可爱的娃娃 被赤皇失去了兴趣 天宫分身小心翼翼上前 将赤皇从地底拉出来 悄声道 在这个被封印的大路中 不要反抗他 反抗他便会挨打 我独自无法破解吐蕃封印 和大犯天王佛的镇压 但是现在有你在 我便有了几分把握 不要声张 以免惊动了这个混世魔王 咱们一起行动 赤皇道 我只是赤皇的思维意识 没有多少能力 只怕无法破解吐蕃 和大犯天的镇压和封印 天宫分身笑道 倘若只是吐蕃的封印 还无法将我困住 关键是大犯天王佛 这尊老佛 以往对我恭恭敬敬敬 称呼道兄 但是现在 我怎么换他都不理会 多半又是梦游去了 他这尊大佛 是梦中显化 也是思维意识 你来敌住他 我便可以破解吐蕃封印 不消破开多大 只消一条缝隙 咱们便可以趁势逃出去 赤皇眼睛一亮 拜道 仰仗道凶了 晋升 不要惊动了那混世魔王 两人向婴孩情凤轻看去 只见那个虎头虎脑的家伙 正在秦字大陆的山川中 手足并用 爬来爬去 试图爬出这个秦字封印 但无论他爬到哪里 秦字山脉便变化到那里 让他始终无法逃出 动手 天宫分身喝道 赤皇立刻腾空而起 向空中的大佛冲去 身躯一摇 献出三头六臂 秦字大陆上空那尊大佛 突然佛光大放 佛音大作 无数梵文 围绕那尊大佛呼啦啦流转 接着向下镇压而来 大范天道兄 你的飞响飞飞响 低不过我的三元神 不灭神石 两人都是思维意识 相互冲撞 天宫分身顿时感觉到压力大减 立刻开始破解吐蕃封印 天宫伟力无穷 抬起腿脚 重重一顿 变化的秦字大陆 突然间停止运转 天宫分身抬手一波 天宫裂开一线 像是眼帘左右分开 赤皇 不必与大范天斗了 咱们趁机逃出去 天宫分身高声喝道 赤皇又惊又喜 两位古老的存在腾空而起 化作两道流光 向那道裂缝飞去 而在此时 被困在秦字山脉之间的婴孩 三只眼睛中流露出脚块之色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赤皇与天宫 即将要飞出封印 突然被两只胖乎乎的手掌 拽住了流光 重重向下一扯 将两人狠狠地灌在地上 天宫和赤皇被摔得七昏八素 匆忙间抬头看去 不由其道一声糟糕 只见那巨大的婴孩 双手扒住天空的裂缝 半个身子已经探出封印 两条胖乎乎的短腿 正在蹬来蹬去 突然 那婴孩的右脚 蹬到裂缝处 毛毛糙糙地爬了出去 天空中的封印渐渐愈合 天宫和赤皇对视一眼 立刻再度飞起 试图在封印愈合之前冲出 裂缝越来越小 眼看便要合拢 而在此时 突然那婴孩的声音 从天外传来 接住我地点 只见从裂缝中掉下一人 手舞足蹈地 从天上摔了下来 依稀是一个少年 天宫和赤皇视而不见 终于要冲出裂缝 突然天外一张金灿灿的巨大柳叶贴了下来 啪的一声将整个天空盖住 佛音大作 佛光大放 吐蕃封印与大佛镇压 顿时融为一体 固若金汤 再也无法裂开天空 赤皇金木 立刻冲向大佛 高声道 天宫道兄 我来对抗老佛 你来破解封印 天宫分身颓然 摇头道 不成了 已经不成了 这柳叶贴在第三只眼上 便将封印和镇压连为一体了 揭开柳叶时 还有破风的机会 柳叶盖上 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赤皇颓然 两人落地 面面相去 长须短叹 刚才好像从天外掉下来一个人 赤皇突然到 天宫也想了起来 好像那混世魔王 还说 接住我弟弟之类的话 他心中不由生出一股不妙的感觉 莫非那个人是 正说着 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走来 迷迷糊糊 向两人问道 两位长老 这里是哪儿 那少年眉清目秀 很是俊了 只是额头长着一枚树眼 要糟 天宫分身看到这少年 不由叹道 正主被丢进来封印了 秦凤卿那个混世魔王 却逃了出去 要糟 要糟 秦目温文尔雅 很有礼貌 见礼道 敢问两位长老 如何称呼 可否告知 这里是何处 这里是封印你哥哥的地方 是吐蕃用自己的脚的 残片炼制的玉佩 就藏在你的第三只眼中 你看 空中的那僧大佛 便是糊里糊涂 迷迷糊糊的大饭天 你面前这位中年模样的帝皇 便是赤明时代的第一代天帝 赤皇 而我 天宫分身叹道 我只是好奇 优多神子是怎么回事 无意中来到这里 稀里糊涂的 便被封印镇压在这里 你见过我的 你曾经盯着我的眼睛 看了两天两夜 你是天宫 秦目失声惊呼 天宫分身无奈地点头 道 你知道就行了 不要说出去 很失身份 不过 你也没机会说出去了 你也被封印在这里了 秦目神色呆滞 呆呆地看向四周 天宫 赤皇 大饭天王佛 还有吐蕃之脚 自己的第三只眼里 何时多出了这么多恐怖存在 哥哥 我还有个哥哥 他突然醒悟过来 急忙道 赤明神子正要杀我的时候 是我哥哥把我扔进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个哥哥 我体内不是藏着另一个我吗 赤皇对此一无所知 自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天宫却似乎了解甚多 道 你那个哥哥 也是秦凤卿 你 也是秦凤卿 我也说不清楚 他生来便是神圣 魔王 只知道杀戮 而你生得晚 是在吐蕃封印他之后 你才诞生出自己的意识 他代表着恶 秦目兴奋道 那么我代表着善 对吗 天宫分身迟疑一下 看着他兴奋的表情 不太忍心说出真相 含含糊糊道 婴儿是没有善恶的 要看后天的栽培和教导 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 善大于恶 生在一个坏人遍地的地方 恶大于善 秦目放下心来 输了口气 笑道 我就知道 我代表着正义和善良 我家教很好 我们村的老人 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好人 天宫分身两只眼睛中 白光喷出三丈远 片刻后才恢复过来 道 这件事却也不怪你 是那个秦凤卿太狡猾 故意让我们破风 他好趁机逃脱 然后把你丢进来镇压 这样 你便永远也无法夺回身体了 只能和我们一样 被困在这里 现在 这个家伙多半已经在外面大肆破坏了 赤皇 你的这个悬空剑 有没有自保的力量 赤皇迟疑一下 摇了摇头 道 我的肉身 已经完全化作了悬空剑 原神也自我瓦解了 我在进入这个小宇宙时 受了重伤 秦目突然醒悟过来 不解道 你便是赤皇的思维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不是在赤皇之脑中的吗 你怎么也会被封印在这里 若非你突然消失 赤明神子 也不会对我们下死手 赤皇三张脸突然红了 乃然道 这个 一言难尽 秦目目光闪动 道 我们都被封印镇压在这里 有的是时间 赤皇陛下不妨慢慢说 赤皇犹豫 不想说出口 天公分身笑道 我替他来说 他进入这个小宇宙时 魂飞魄散了 但是不甘心就这样死了 于是将自己的肉身 变成玄空剑 将自己的思维 意识化作不灭神识保存下来 只要有人能够承受 他的思维意识 他便可以活过来 不是真正地活过来 而是另一个 他活过来 秦目恍然大悟 冷笑道 也就是说 赤皇的思维 将被他侵占的那人的思维 完全抹去 这个人虽然没有他的灵魂 但是却有着他的思维意识 与他想的 做得完全一样 不是他也是他 他虽然死了 但是思维意识却活了下来 这是一种另类夺舍 赤皇其实是看中了我 认为我可以继承他的思维意识 将我的思维抹去便可 不料 赤皇叹道 不料遇到一个三眼怪鹰 我原本打算侵占了他 结果发现 这个三眼怪鹰的思维意识强的离谱 而且污浊不堪 充满了恶毒无比的思维 我根本无法将他的思维抹去 反倒被他打了出来 被打出来之后 我便遭受了奇史大辱 被困在这里 活盖 秦目冷笑道 赤皇震怒 天宫纷身道 你们别斗嘴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悬空界多久之后才会灭绝 赤皇沉默片刻 道 这个秦凤卿 到底有多强 悬空界圣山 突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 赤鸣神子被一个巨大的拳头 狠狠捶在地上 这座圣山剧烈颤抖 不断沉降 木儿浩强 躺在地上的出祖人皇 露出惊讶和欣慰之色 看着这个体魄雄伟的巨型婴孩 随即被一只巨大的巴掌 抽飞出去 出祖人皇身行 在半空中翻滚如同陀螺 飞速远去 心中还在纳闷 木儿为何对我下手 他还在怨恨我 打碎了二祖的尸骨吗 把这里变成小幽多 那婴孩兴奋地向圣殿砸下 圣殿四分五裂 山头被砸他近半 把娘亲接过来一起住 不过娘亲不许我吃人 倒是个麻烦 赤鸣神子一声怒吼 从地下冲天而起 向那婴孩杀去 砰 一只拳头迎上他 赤鸣神子 几乎整个人贴在拳头上 倒飞而去 那婴孩突然眼睛一亮 拍手笑道 是了 先把这里的人吃光 不就行了 第659章 三元神不灭神石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把他们吃光 娘亲便不知道 这里曾经有人 便不会埋怨 我做坏事了 那婴孩兴奋雀跃 突然四周数不清的 悬空界神奇飞来 见到圣山被打得山头爆开 圣殿被打得粉碎 不禁又惊又怒 疯狂向那婴孩杀去 悬空界的神奇数量很多 尽管五万年来没有敌人 悬空界的神通者修为 静静缓慢 比不上充满竞争和争斗的外界 但是五万年的岁月 还是积累了不少神奇 再加上赤明时代 遗留下来的神奇 数量也接近万人 如此之多的神魔涌来 场面惊天动地 微微壮观 堪比一场神魔大战 还有不少悬空界的神魔 正在迁徙神城中的百姓 免得他们死伤 在战斗余波的冲击下 这些神魔守护着百姓 飞速撤离神城 赤明时代以肉身造化 为修炼手段 肉身强横 因此在肉身神通上的造诣极高 他们往往都是修炼战技流派的功法 净身肉搏 一力破万法 因此 战斗起来极为火爆 净万神魔杀来 在空中很快结成阵势 赤明神子扶空 肉身破破烂烂 亲自主导阵势 高声喝道 将他引到空中 用赤皇之眼来对付他 那婴还看着蜂拥杀来的诛神 兴奋万分 冲上前去 比在幽都时的场面小了许多 不过也可以歪一段时间 情自大路中 天宫分身 赤皇和秦目将坐在那里 三人的脸色都有些凝重 天宫道 他有多强 他是第一个从幽都诞生的胎生生灵 得天独厚 幽都积累的怨气怨念魔性 在他诞生之时 被他吸收了净半 这些污浊之气 即便是吐蕃也无可奈何 却被他吸收了 因此 他是没有境界之分的 就像是我与吐蕃 我们也是没有境界的 赤皇骤眉 道 倘若是战力对应境界 那么他属于什么境界层次 天宫分身沉映一下 道 大抵相当于灵霄水准 不过 他皱了皱眉 没有继续说下去 赤皇等了片刻 忍不住道 道兄 有什么不能说的 天宫叹道 十九年前 嗯 快二十年了 他诞生的时候大闹幽都 我因为好奇 便分出一缕意识 进入了幽都看热闹 当时有很多古老存在 也纷纷进入幽都 动静到得很大 先前是天亭 在围剿他 然后被吃掉了万千天兵天将 鬼兵鬼将 他们母子等人 则被逼得不断向幽都伸出逃窜 后来吃得多了 天亭在幽都的势力便打不过了 幽都的一些古老存在的利益 也被他砸了不少 于是这些巨头就坐不住了 这些古老存在 你应该认识一两位 赤皇摇头道 幽都我屈得少 认识的人不多 天宫笑道 能够在幽都立足的 除了天亭之外 便是一些死掉的地座强者了 天亭割据 地座强者死后 再幽都也会割据 吐伯还是会给他们一点面子的 这些地座强者只有元神 没有了肉身 实力是不如生前的 天亭之所以要进驻幽都 除了是防备吐伯之外 主要还是要防备他们 因此 幽都的势力极为复杂 比我的玄斗还要复杂 赤皇 倘若你死在外界 你也会是幽都的一个巨头 而且势力不小 赤皇神色呆滞 喃喃道 这个混世魔王 与这些地座强者开战了 天宫点头 叹道 是啊 这些巨头死后 也还是要脸的 没有围攻 而是要单对单 然后 他的成长太快了 吃掉了太多的幽都魔神鬼怪 短短几个月时间 用赤皇心生不妙的感觉 断然道 不可能这么强 天宫道 他在幽都中 就是这么强 他是生在幽都的神圣 魔王 在幽都里 无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只有吐伯才能镇压他 不过离开幽都 他便不会这么强大了 赤皇放下心来 道 玄空界并非幽都 这里是一个小宇宙 我用我的肉身 建造了玄空界洞天 天宫叹道 这位幽都神子 拥有把其他诸天洞天 改造成幽都的能力 这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改造成幽都之后 他的实力 又会疯狂提升一大截 赤皇瞪大眼睛 过了两久 这才喃喃道 赖皮 这是赖皮 天宫道 不过改造成幽都后 吐伯便可以来到这里 以吐伯的能耐 肯定会发现这里的异状 知道 是他又一次跑出来 吐伯会再次 将他封印起来 赤皇又生出一线希望 天宫道 但那时候 玄空界已经基本上 变成幽都了 里面估计已经没有活人了 而且 吐伯前来救场 这家伙与我齐名 倘若看到我也被困在这里 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一定乐疯了 我丢不起这脸 赤皇脸色大变 推唐道 玄空界中的人 是我最后的族人 这里毁了 我的种族变完了 天宫道凶 你神通广大 你是否可以提前一步 来到玄空界 天宫摇头 玄空界处在 另一个小宇宙之中 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进不来 我虽是天宫 但是也并非任何地方 都可以去 比如颜康 连一颗真正的星辰都没有 天象都是假的 我便去不得 不过 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他看向秦木 沉生道 摆脱目前困局的办法 应该还是落在秦小友的身上 秦木早已听得称木结舌 文言回过神来 连忙道 我哪有这个实力 我现在与你们一样 都被封印镇压 逃不出去 而且 就算逃出去 也会被他镇压送到这里 天宫笑道 你和他是一体的 你们非但是一体 而且是共用一个魂魄 所以他能够调动 优斗魔性魔器 你也能 你从前修炼之时 难道便没有想过 为何你如此特殊 为何你能够打开成天之门 因为我是霸体 秦木想也不想 便回答道 霸体 世皇心头大震 不由肃然起敬 心中又有些失落 可惜世才没能直接 同化了他的思维 倘若我同化了他的思维 他变成了另一个我 再加上霸体 卷土重来 未必没有可能 天宫道 并非是霸体的原因 而是因为 你们共用一个肉身 共用一个灵魂 不过 土拨封印将它连同 魔性魔器一起封印起来 镇压在这里 但是归根结底 你也是它 只是思维不同而已 所以它能够调动的力量 你也能够调动 秦木心中又惊又喜 倘若自己可以调动 这么庞大的力量 岂不是说自己也拥有 和秦凤卿一样的实力 不过 怎么调动 想要调动这股力量 凭你自身是 无法办到的 天宫道 这就需要我与赤皇了 赤皇的思维意识极为强大 他练就三个元神 三元神不灭神时 即便魂飞魄散意识思维 还能存在 只是他敌不过秦凤卿的魔性 秦凤卿的魔性太重 因此 赤皇试图同化他时 会被他打出来 赤皇 你将你的三元神不灭神时 传给秦木 赤皇迟疑一下 老 而今只能如此了 不过 我只是思维意识 传给秦小友之后 我关于三元神不灭神时的记忆 便会消失 还请秦小友 将这门功法传给我的族人 当年我壁肘自珍 并未将这门功法传给族人 我死后 这门功法也消失了 秦木肃然道 赤皇放心 我必然会将这门功法传出去 赤皇放下心来 细细剥离自己的思维 过了片刻 他的一部分思维 从头脑中流出 涌入秦木的眉心 这是单纯的思维意识 是他关于三元神不灭神时的意识 囊括了功法和修炼心得 相当于他 直接将自己地作及经验 直接切下来 送到秦木的思维之中 他虽然有心要侵占秦木的肉身 将秦木变成另一个自己 达到另位重生 但是天公就在旁边 这种情况下 他也无法动手脚 秦木脑海中 顿时多出三元神不灭神时的 修炼法门修炼经验 眼界见识 一下子被拔高到惊人的高度 以地作的眼界 去审视这门功法 心中的惊喜 可想而知 天公道 三元神不灭神时 可以壮大你的思维 但是你现在的思维 还是不可能与秦凤卿抗衡 这就需要我来助你壮大精神 他笑道 我虽然只是本体 一缕意识所化的分身 敌不过秦凤卿 但是以有心算无心 还是可以将它暗算 助你夺回肉身 等到你夺回肉身 离开玄空界到了玄斗 我亲自帮你加一种封印 免得秦凤卿又跑出来 秦木兴奋道 我夺回肉身之后 便可以拥有他那样的力量吗 天公笑道 那则要看你自己 是否能够掌握幽都的力量了 你先修炼三元神不灭神时 有点成就之后 我们便动手 务必将秦凤卿给拉回来封印住 到那时 我们都可以逃出这脸 但愿那时 玄空界不会被他毁掉 秦木兴致勃勃 立刻开始修炼 赤皇看了看天公 低声道 你骗他 他根本无法掌控幽都的力量 他得到那股力量之后 便会被幽都魔性侵染 变成另一个秦凤卿 而且更甚 天公眼中的光芒吞吞吐吐 点头道 何止更甚 秦凤卿虽然作恶多端 但是始终只是一个婴孩 更喜欢平蛮力办事 被逼急了 才会动用幽都神通夺人性命 而他 他的白眉白须飘了起来 低声道 阴险 狡猾 诡诈 应变速度 应变能力 比秦凤卿难对付百倍千倍 倘若他被魔性控制 做的恶也会是秦凤卿的百倍 千倍 秦凤卿只是恶 而他是邪 邪遇到魔性便会变成邪恶邪魔 他动用幽都神通的话 他不要打个冷战 难难道 那时候 恐怕我也会帮助天庭除掉他了 幸好 还有吐蕃封印和大凡天王佛镇压 只要秦凤卿被拉进来 便逃不出去 赤皇叹道 将还是老的了 吐蕃和老佛的封印镇压 封印的便是幽都魔性魔器 秦凤卿重回 镇压之中 魔性魔器也会被镇住 咱们二人也可以趁机逃脱 摆脱此地 天公孝道 就是这个道理 倘若我们被镇压在这里 岂不是每天都要被那混世魔王殴打 这次便是一举两得 不过 这件事追根究底 还是要怪你 倘若不是你试图思维夺赦 也不会惹出这些祸事 赤皇叹了口气 我也不曾料到会这样 而且 也不是我 将他带到我的大脑旁边 而是赤明神子那个小子 试图借我来暗算他 让他陷入 我的思维迷宫之中 勤募勤修苦练 而在外界 赤明神子 用不知多少神奇的性命 终于将擒凤轻拧到空中 赤皇的三只眼睛 化作了空中的三轮太阳 三只眼睛化作了三轮月亮 日月在空中运行 不少神魔爬到太阳和月亮上 催动赤皇眼瞳中的阵法 瘟 一道道浓烈无比的光线 突然汇聚在一起 奇奇射在那个正在肆虐 屠杀的婴孩身上 天空突然暗淡下来 那是日月的光芒汇聚成一线 以至于其他地方都没有了光芒 陷入黑夜之中 哄 恐怖的激动传来 巨型婴孩被轰飞出去 坠入大地 连番带滚 砸得群山不断坍塌 剩了 空中的神魔 一个个神色紧张地 看向那婴孩坠落之地 只见那婴孩趴在一条大河边 脑袋插入河中 屁股撅起 一动不动 剩了 空中传来一阵阵欢呼 无数人欢庆 相拥激动地流泪 好玩 突然那个巨大的婴孩 从河里拔出脑袋 坐在地上 嘻嘻笑道 真好玩 再来一次 空中的一尊尊神魔呆滞 惊恐 绝望的感觉在 神奇之中蔓延 赤鸣神子连忙高声鹤道 启动赤黄之眼 将它射杀 天空中三轮太阳 三轮月亮的光芒再次汇聚 天色又立刻变得昏暗下来 整个悬空界陷入黑暗 瘟 六颗星辰震动 光芒一发射来 巨型婴孩兴奋莫名 握紧拳头 双眼两道漆黑的光柱 迎上大日和明月神光 恐怖的威能在天空中震荡 接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 天空中一轮大日 突然间被射穿一个大洞 而另一边 一轮明月中央也露出一个大洞 像是被打穿了枣和的圆枣 再来一次 那鹰还兴奋到 第660章 秦木魔画 赤鸣神子看向悬空界 数以千计的三头六臂神魔 只能看到一张张近乎绝望的面孔 那些脸庞上流露出的震惊与惶恐 如此清晰 以至于他甚至怀疑自己 是否学得了读懂人心的神通 然而并不是 玄空界的神魔 已经完全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这在赤鸣时代 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赤鸣时代的神魔骁勇善战 汉不畏死 护送幸存者前往玄空界的途中 赤鸣时代负责断后的神奇 从万人打到千人 使者存一 不曾溃败 从千人打到百人 不曾溃败 从百人打到只剩下一人 依旧死战不退 然而现在 生活在玄空界的神奇们 经历了五万年岁月的消磨 已经没有那种不屈的信念了 赤鸣神子抬头 空中三日三月 有两轮日月的中央 各自破开了一个大洞 他低头 看向那个兴奋的婴孩 那婴孩在等着他们 继续调动赤黄眼瞳的力量 与他对轰 显然是把这件事当成乐趣 为什么会这样 赤鸣神子有些茫然 本来谈得好好的 一切都在向他预料中的方向发展 就是因为自己 试图将秦目送入赤黄思维迷宫 这件事引起的吗 可是 自己并没有请他来圣山啊 是这位秦大祭九 自己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一副打算圣山历险的样子 自己只是顺时 邀请他进入圣殿而已 就算当时自己把他赶走 只怕他还是会 偷偷摸摸地溜进去 赤鸣神子思绪有些散乱 我做错了吗 我不应该邀请他的 不邀请他 便没有后来的事情 不对 应该也会有后来的事情 突然 几尊神魔匆匆向神城飞去 高声道 神子 秦记九花座巨鹰大开杀箭 我们去拿住那个颜康公主 用他的命来胁迫他 使他投降 不可 我赤鸣神朝没有这么下作 赤鸣神子说到这里 声音却越来越低 这个巨鹰就是秦牧 他眼睁睁看着秦牧不断膨胀 不断年轻 逆向生长 从少年变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婴孩 婴孩秦牧太强了 赤鸣神子已经没有了任何对抗的办法 拖延下去 玄空界只怕也要灰飞烟灭 仅存的赤鸣时代的族人也会被屠杀干净 或许 秦下灵玉秀 用灵玉秀的性灵威胁 会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虽然这样做很是下作 但是这关系到种族的存亡 不得不下作一次 那几尊神魔 冲入灵玉秀的府邸 其中一尊神魔不由分说 便将灵玉秀抓起 禁锢起来 腾空而起 向那婴孩高声喝道 秦记九 你再不住手 我便捏死你们颜康的公主给你看 那婴孩不为所动 反而兴奋不已 拍着手等着他捏死灵玉秀 那尊神魔大怒 当即便要捏死灵玉秀 突然灵玉秀眉心中一道府光飞出 咔嚓一斧 将那尊神魔披成两半 灵玉秀惊魂未定 其他玄空界的神魔 立刻飞扑而来 只见一道道府光 从他的眉心中飞出 上下飞舞 宛如有一尊无形巨人 手持大斧下披上撩左削右砍 顿时残枝断臂纷飞 神血如雨 灵玉秀心头大震 是侨夫圣人 砍在我脑门上的斧头 他连砍了十几下 其他玄空界神魔剑状 不敢上前 灵玉秀看向婴孩 迟疑一下 打算飞上前去 突然出祖人黄平 躺在空中横着飞来 闭着嘴巴哼哼道 秀公主不要去 莫尔金六亲不认 连我都打 差点把我拍死 咱们快走 灵玉秀吓了一跳 连忙来到出祖身边 只见出祖身上的骨头 基本上都断了 尤其是下巴 被打得粉碎 这是放牛的下的手 他惊疑不定 不全是 我与赤明神子 硬拼一技 下巴和肋骨 是被他打碎的 其他地方 是默着欺失灭祖的家伙 用巴掌拍的 出祖不敢动弹 稍一动弹 便是碎骨乱窜 剧痛难忍 只能凭借身后的法力 将自己平脱起来 道 我虽说与他有些误会 但好歹 也是他百事老祖 竟然这样打我 你不要去 他现在状态有些不对 像是入魔了 你去了 连你也会被打死死掉 我估计 这个玄空剑 也快要保不住了 灵玉秀心中亥然 连忙跟随他飞速离去 就在此时 鹰还终于对天上的 其他太阳和月亮 失去了兴趣 突然身躯一摇 轴身涌出 无边无际的幽度魔器 天上的诸神 陷入魔器之中 被魔器污染 纷纷跌落下来 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赤明神子又惊又怒 拼尽一切力量向他攻去 但是下一刻 便被鹰还巨大的手掌抓住 赤明神子试图挣脱 却始终无法挣开那五指束缚 那鹰还张开大嘴 满嘴锋利牙齿 将他向嘴里送去 眼看便要将他咬成两段 秦自大路中 天公分身化作 一道流光 钻入秦目体内 高声喝道 就趁此时 秦目疯狂催动三元神 不灭神时 神石在天公分身的助力下 近乎狂暴 一道神石冲击 轰出封印 顿时鹰还秦凤青 感觉到自己的肉身 有些不受控制 体内的魔气和魔性 在飞速地向第三只眼睛中流去 谁暗算我 他顾不得吃掉赤明神子 急忙抓住自己眉心的那枚金柳叶 将金柳叶摘了下来 他用这枚金柳叶 把秦目连同天公 赤皇思维 一起封印在秦自大路中 此刻感觉到眉心中有一变 便立刻接下柳叶 打算查看 不料 柳叶摘下 赤皇立刻与秦自大路上空的 大凡天王佛意识抗衡 让封印松动 秦目的不灭神时 得以长驱直入 争夺自己肉身的掌控权 因还有些惊慌失措 肉身在飞速缩小 体内的魔气魔性 疯狂涌入秦自大路 涌入秦目的体内 此消彼掌之下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身体越来越小 但即便如此 也还是比赤明神子 大了许多倍 秦自大路中 秦目只觉无比狂暴的力量涌来 让自己的 修为实力直线攀升 那股力量超越了他的想象 让他的体内 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能量 似乎可以捏爆天空 踩碎大地 好强大的力量 好饿 秦目口中 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他的身躯越来越高 周身弥漫着 无比浓郁的幽毒魔气 而幽毒魔性 也疯狂冲入他的体内 魔性改变他的思维意识 改变他的一切念头 所有的负面情绪化 做了贪婪邪恶的念头 好想吃点什么 秦目舔了舔嘴唇 眉心的眼睛中 飞溢出蝴蝶翅膀状的纹理 邪恶之气 充斥情字大陆 赤皇吓了一跳 连忙高声道 天公道凶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突然 天外一个婴孩 从空中的裂缝中 与滚动的魔气魔性 一起跌落下来 这个婴孩 被狂暴的魔性魔气卷着 随着旋转的黑色气柱 一起转动 体内的魔气魔性疯狂涌出 体型也越来越小 先吃掉哥哥 秦目眼睛一亮 张大嘴巴 等待魔鹰秦凤青 自动落入自己的嘴中 天公 赤皇脸色巨变 高声大叫 他吃掉秦凤青 便要彻底化魔了 秦目体内 天公分身化作 血木的光芒 飞速流动 瞬息间 在秦目体内 脚脚落落流动了 不知多少遍 天人舞风 大清天辟邪义 秦目体内 光芒陡然爆发 将幽度魔气魔性 一股脑 悉数冲到体外 天公 你暗算我 秦目怒不可遏 但是魔气魔性随即离体 让他身躯恢复如常 立刻清醒过来 不由一阵后怕 好可怕的魔性 我根本承受不住魔性 一瞬间便被魔性同化为魔 幸好天公出手 天公分身 随着光芒一起 奋出他的身体 抬头看去 只见魔性魔气 离开了秦目身体之后 便疯狂涌入秦凤青 那个婴孩体内 婴孩又渐渐变大 天公分身脸色大变 急忙抓起秦目 向天外冲去 高声道 赤皇 混世魔王又恢复了 快走 赤皇也慌忙 冲向天空中的裂缝 他的速度极快 身躯化作一道 闪烁着各色画面的流光 眼看便要飞出天外 突然流光 被一只胖乎乎的手掌抓住 与此同时 天公所化的光芒 也被抓住尾巴 两人脸色大变 急速从高空坠落 秦小友 快点出去 天公分身鼓荡所有力量 猛然将秦目制出 秦目只觉天旋地转 待到天地不再转动 张开眼睛 便见自己正站在一条大河边 而自己正在捏着赤明绳子的脖子 我出来了 秦目又惊又喜 立刻把金柳叶贴在眉心 封住自己的第三只眼睛 地点 坏地点 他眉心中 巨型婴孩暴跳如雷 一次又一次纵身跃起 试图逃出封印 不过金柳叶已经与吐蕃封印 老佛镇压连为一体 任由他神通广大 也无法破风 坏地点 吃掉 过了片刻 巨型婴孩一屁股坐在地上 抓起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赤皇 揪掉一条胳膊扔在地上 气鼓鼓道 抓到坏地点 就吃掉 说吧 又揪掉一条胳膊 赤皇被拆得四分五裂 远处一座大山后面 白眉白发白袍的天宫 分身探出头来 老头子心惊胆战 压低着嗓音道 赤皇 忍耐 不要动 他就一会儿没了兴趣 便不会再玩你了 千万忍住 赤皇是思维意识 没有身体 随久随长 无论是揪掉胳膊还是腿 或是被扯掉脑袋 便又会长回来 不过这种滋味 实在不太好受 意识中 他还是赤明神朝的天帝 天帝岂能受此折辱 我怎么觉得 这次他会玩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消遣 河边 赤明神子还是被秦牧捏住脖子 突然他连连咳血 秦牧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放开手 赤明神子惊讶 但是伤势太重 双腿一软扑通跪地 咳嗽不已 巨英秦凤卿 差点把他捏碎了 幸好他的肉身 造化玄公力还非常 还不至于丧命 他身前 秦牧四下看去 一脸茫然 天空中一轮太阳和一轮月亮 像是两张柄 被掏了个洞 不远处的神城房盗屋他 圣山断了一半 圣殿不翼而飞 而他收回目光 看到地上 有许多玄空界神魔的尸体 四周 还有尚未完全散去的 幽度魔器 冒着黑烟 空中 几千尊三头六臂的神魔 一脸惊恐地看着他 只能不让他们绝望 要杀要寡 赤明神子气若犹斯 努力支撑身体 抬头惨笑道 悉听尊辩 只请给我赤明时代 留点根苗 秦牧挠了挠头 试探道 神子殿下 我如果说这是个误会 不知道你信不信 因为 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 赤明神子惊疑不定